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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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东坡黄州时期 原封五年 东坡四十七岁 这一年的写作的词篇 但我们上次看到也刚进入 原封五年 东坡生活上有个很大的改变 第一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一个好朋友马梦德 帮他求的一个 一个廢制的营地 他开墾 然后准备跟踪 也在 那个跟踪的地方 也搭建了五个小房子 称为雪堂 这是一个新的起端 我们说从东坡开始有 自己可以 勞动的地方 有些修成 另外他就自好东坡居市 也就是说是一个 另一种身份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认识 那 刚到春天 他写了一个相成字 呼唤了陶渊明 他觉得自己是陶渊明的 转世 但他用很多的外在的理由 来束缚自己的 没想到 久变人间 依旧缺功耕 但是很简单 就是离开仕途 回到农田 仿佛就是 但我们说 从词这种文体 来吸引陶渊明的精神 毕竟还是有一些 有些距离的 那词的文体是 配合音乐来写作 他的人工的特质 比较强 田野的生活 是那么朴素 平淡自然的 当然就有一个落差 一个说是 他认识陶渊明的 的起端 当然他一辈子 跟陶渊明的 那种关系 是非常的绵密的 这也是一个 刚开始的情况 那陶渊明是 求仁得仁 毅然固然的 就决定 辞官归故里 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是 没什么样好怨他 但东坡不是 他是被迫 来到这边 做这样的那种事情 当然还是 心里面 并不是那么一样的甘愿 也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 好 那个词写到 春雨竹抱心情 他就可以寄余生 在田野之中了 他没想到 这场雨 可不简单 下了仗近两个月 当然 东坡的这个耕地 就报废了 他闷闷的 躲在房子里面 也不能出外 那 食物也很短缺 心情非常的苦闷 我们看东坡的文学 要注意到 他写作的一个背景 他言说的对象 那 在词的写作 起码有一个 可以倾诉的一种功能 又会假设 一个场合 跟人对话 那 但写作诗 就并不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些苦闷的时候 就一直 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 等到 他的意识到 已经到寒食节了 他的悲从中来 写了两首诗 叫寒食诗 那我们今天 就从这里开始了 看东坡面对 这样的艰困生活 他的词 又反映出 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很许是 当然这个是 东坡在苦闷之中 一家人守候在 几个破烂的房子 那 他的厨房 也没办法燃烧什么 粮食也不够 那偶然就看到 有乌鸦 飞过他的门前 但见乌贤子 就听到乌鸦 含着一个纸钱 他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哦 原来是寒食节 那我们知道 寒食节是 传统以来 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跟清明是很接近的 寒食清明都有些时候混在一体 那这个时候想到 清明扫墓 寒食也是扫墓 但那家在万里之外 你怎么回去 最终呢 进退失去的无奈 就提到这两首寒食 寒食诗可以说 在这个以来 应该是他最沉痛悲凉的两首诗 真的是绝望的两首诗 诗的最后结尾是这两句 我们说一个实际的意境 主要看最后的收篇 如何是一个结局 你是提振精神 还是在你面对 还是沉醉的其中 还是完全绝望 都可以从收篇的最后的结语 看出他的端离的 两首诗最后就写这两句 实际上是在东坡的诗里面 是非常不寻常的 他说 你以哭屠穷死灰 吹不起 到时候当年软职 软职不愿意 就服务司马王朝 他的假装喝醉 一直喝到七天气也都不醒来 偶尔醒来拿着酒 拿着一个人独自 随便找一条路 然后找到路的尽头都痛哭又长 东坡说我也想学他 能不能给我找一条路 我随便去了 都在无人的地方就大哭一场 那这个也把他最后写到呢 死灰吹不起 我们都要觉得人不要绝望 因为会死灰复燃 成语都这样说的 但东坡刚好地反用他的意思 他说淫化为死灰 怎么样已经掉无神机了 无法再振作起来 死灰吹不起 那是在东坡诗里面真的是很罕见的 这样的一个收尾的 那我们注意 这个时候他的诗诗 个人守在房子里面 独自写出这两首诗 非常的绝望 但好像老太有考验他 但是写完诗之后不久呢 雨慢慢停了 过了两三天之后呢 虽然有朋友来拜访苏东坡 就约他去附近的沙河塘里面去上田 就看看那些田地 也许东坡也觉得 哎呀不管怎么样 东坡这个地啊 并不是那么肥沃 又跟踪也是一种难度 又非常的用功 那万一有碰到这个情形 就麻烦了 听说远处啊 在沙河塘 沙河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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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河塘在黄州 大概东南三十里处 就约他出去看看田地吧 不过对东坡来说也无所谓啦 无钱也会去啊 看预售物嘛 对不对 看得过瘾 自己快乐就好了 好 他就跟人一起出去 这旅途中 他就写了这首词 我们今天开始看的 就一百二十七首的 定峰坡 我们看到东坡很多写风雨的词 这首当然是很有意思 是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词的序文呢都很清楚说明了 那天写作的一个背景 他3月7日 那是牧村3月 过了寒时节了 那天呢 在这些沙湖道中浴雨 我们刚才讲过了 那个沙湖道 就在黄州东南 三十里处的一个地方 人称那个地方就 罗斯殿 他在那边想买田地 那就跟着朋友一起出去 他说雨去先去 因为春天的气候很不稳定 偶尔下下雨 当时呢他们也预防万一把 他带着雨去 一直就出门了 怕万一呢 旅途蛮远的 一下雨很麻烦 走了一段 发现呢 天都放晴了 应该不会下雨了 他们就大胆了 也许也不要一些仆人跟着身边 太辛苦了 走啊 先撤走他们的雨去 要他们先带走 雨 没看到呢 最后啦 下起雨来 这是人生有的时候很难预料的 你以为有准备了 没想到最后会出现这个差错 你去先去 因此呢 同行皆狼狈 多么的看着呢 一群人呢 走在路中啊 走狼狈不堪 不走的如何是好的 在这样的三十里路的中间呢 前不着春后不着殿 对不对 你就不晓怎么办了 要 这个是一种 你面对雨的一种精神 对东坡来说 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外在的雨 而是好像面对人生的历境一样 你如何去处置 年轻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对照的词啊 之前 东坡在 往胡咒的图中 不写过一首男歌子吗 带走冲山雨 和一岁与晚情 当年 在舞台市场之前 他还啊 意气风发 还以为自己可以 独自面对人生的 二类的处境的 但喝了酒 然后呢 壮的胆就跟山雨对壮 他没想到 这样的一种 对待的方式 没想到会带来 更大的一种疲累不堪 那经过舞台上 太太知道了 面对这种恶事人 你跟着跟他去啊 迎头去跟他碰撞 伤了自己 更害了自己的亲友 那是划不来的 没这种能力 也没这种体力 去用这种方式 那要躲雨吗 东坡绝对不愿意去躲雨 要冲雨呢 也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的 那么健壮 已经啊 经过是有种 心中有种雨季吧 面对这种风雨 你最后呢 有所准备 本来因为要准备 带着雨具去呢 没想到 还是的一个措施 没办法带着雨具啊 在旅旅途中 好了 你去找地方躲 这地方 天荒郊野外 拿来躲雨 所以啊 你只能呢 就欣然接受吧 所以这个词就是啊 写实明明是 面对雨的那种情境 实际上 它引申为人生的风雨 好 他说了 这个不觉这个 它有两个内容的 他说 雨都不觉 东坡绝对 哎呀你那么难被不堪 不晓得所为何来 多么当然安置啊 不为人道了 他面对过更大的人生的风套了 这种小小的雨 算什么了 所以啊 雨都不觉有一种自我 你可说蛮蛮肯定的 能够能够突破这种万难 不是外面影响的心 但这是一点 再说了 以而遂情 不久呢 就放晴了 真的人生很难预料 我们以为都在下雨 居然在放晴 所以啊 他最后呢 故作词词 就写了一句词 所以我们看这词啊 一般的朋友啊 只会注意到呢 哎 就欲语 东坡绝会面对雨的态度 但是东坡 还有更重要的部分 就是放晴之后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接着来的 那份晴阳的那种气候呢 所以他要面对 事实上两个情境的 一个逆境 一个瞬境 一个阳 一个太阳出来 一个雨的一个情境 事实上要我们超脱的 超越的 不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暗淡的 下雨的一个气候 还要我接着就是 用更平常的心 面对啊 雨后带来的情仰 所以他要超越 是两个一个情境 不是只有单一的 所以东坡绝 这个词牌很有意思啊 叫定凤坡 也许啊 他也有意啊 这个词里面说故事吧 对不对 这些时候已经不存在 他已经 我们知道 东坡就是 是比一般的文人 更能从生活的琐事里面呢 去能够发现他的某些 一些意涵 其他套中呢 身在其中 也能够超乎其外 去审视观看 然后有所觉悟 一般人可能是 哦 就写着欲语的一个情境而已 但东坡 往往就里面呢 发现他的乐趣 或者呢 揭发出他的意义 我们后来 他的诗证不用说了 词呢 慢慢都出来了 当然主要是 你的心啊 比较宽 宽松啊 你才能有一种 有种余裕 跳脱出 使有的一个经验 来做一番 俯视 审问 然后反省 得到另外的 一番的体会的 你看得出他能够 跳出来去 看待这样的 人生的一个实况 那所以这个词啊 他说啊 用定风波 顾名思义啊 何尝呢 没有啊 借此来评定 人生风涛 很腻的这种态度呢 我要定风波 东坡的填词 我们之前讲过了 一方面可能 沿用啊 大家习惯的那些词牌 什么 惋惜沙布沙满等等 蝶炼花 其实没什么 因为很熟悉 大家都传唱了 但另外呢 东坡也会注意到呢 词牌的名字 对不对 跟他的情谊内容的关系 比如之前他从 杭州的密宙啊 写了好几条 《罪骆驼》 对不对 《罗骆驼将五再走行》 或者《满庭方》 写到呢 给自己一个美好的 一个憧憬等等 他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意思的 那这一首呢 我相信东坡是有意义的 他用定风波的一个词牌 并不是一个音乐的元素 因为其实一个定风波的词汇 很吸引他 他真的想呢 要做到呢 所谓封定波指的一个状态 要定风波 好 怎么去定风波呢 东坡就谈出一番道理来了 我们更多看看 东坡经过这番游历之后 回过头来 他省思这一番 那种体会 那首先要注意的是 他能够从 韩石市出来 因为当时真的处境很危险 他觉得这个大水 松荣而至 他住在长江边 家就在那个不远处 他觉得蒙蒙水云旅啊 那个家子 他的家好像摇摇欲坠的 一个小船一样 他作为一家自主 看到这个房子 如果有土石流的话 一家都灭顶了 如何是好 这有一种很危机的感觉的 一个人躲在房子里面 百无流泪 只能独自哀怨 无所 没办法去去化解 但这些电风波不一样 他是在一群人之中 他不是一个人 同行在一起 然后经过这番游历 再回过头来 想事这个事情 这个作品是这样的 如果有个对象 有一群人之中呢 他会自我去啊 调整他的心情 他不愿意给人看到 他颓唐 上气 失忆的部分的 之前我们看过 他跟他兄弟之间 那个调整的方式嘛 对不对 跟朋友之间 他希望能看到 他比较健壮 很有毅力 很健康的一个部分 这个词走起来 今天背景写下来 当然 那个转折很快 每几天 从啊 一个跌到谷底的人 居然能够写出 钉峰波出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 可以有 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这样的体验 真的达到 最高的境界 能够超越 这些是非得失 达到心里的自由吗 当然 说是容易 做是很难的 不过由于 这样的一种体会 也非常不好 后来东坡就必须 用一声来证明 这样的一个方案 是不是行得通的 你可以说 这个是初步的一种体会 如同他初步认识 桃圆明一样 一辈子都 他必须记得这个 然后最后达到他所 规划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情境 好 我们看这个词 然后莫听川铃打夜声 何妨迎笑且徐行 逐着盲邪清盛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六朝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霞照雀相迎 回首向来笑色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东坡成天是开始 从杭州 杭州起码 都在很多时候都是送别的场合去写作 慢慢呢 他从杭州离开去密州 在行旅中也写一些词的 能发现词 如果都固守在一语 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写的话 那个情境都是有一种比较 约束很难突破的 多么大于我们呢 就是走在人间 走在自然之中 所以从元凤五年开始 东坡很多比较易境的词 都是写他 他在行旅中的那种体会 也可以说是一种行动中的哲学 行为中去发现事物 所以你突破了本来词 写的一种歌舞的环境 不在那边 大家彼此要互相的打气慰藉而已 你自己走去接触更多的外在世界 一步一步都有它的意义的 那我们开始要看到东坡的文学里面 如何在行动中发现了某种生命的意义吧 由从这里面我们慢慢会体会到 为什么念读就要没写好 因为他禁止的 只能灵流星探 除非写到他继续走路吧 这些的后期不复才有新的发现 这是东坡文学给我们另外一种启示的 过去的词都是比较静态的多 写送别的长河 或者是一种模拟女孩子归众的愿筹 但是无法突破它的一个空间繁离 但东坡不是他走出去 这一首就是个示范 往后我们看到好几首都是这样 都是在旅途中的那种体会发现 那这给我们有一些启发 当然东坡不是叙述 这种旅行里面 一般的词可能写了 阴景言情 可能现在又会下雨了 然后我们的雨中的情况描绘 然后慢慢伸出自己的情怀出来 当然不是 多么把这些经验通通都经过一番沉淀过后 最后抽一出他的经药出来 再做一番思辨 这有只是带一种议论之比的 不是一般的叙述 叙述他旅行中所看的雨景 深处的情怀不是 他是把它做一个整理过的 所以这里面呢 就一种议论的方式了 这是宋仁的维文的一个很基本的态度 我们说议论人生 从宋仁宋代的文学开始 从古文宋代的诗都有这个特色 后来从东坡开始衍生到的词里面 其实他的老师欧阳也做过这个诗的 欧阳也说很有名的诗就是玉楼村 对不对 他说尊且你把归奇说 魏与春涌先 他就写出了人生面对离别的时候 那一种难分难写的情状 不像我们一般的字都写到 我们当下是怎么样的一个设宴款待 不是 他把这个经验化把它凑一出来 人都面对了这种同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问你了 为什么会这样 人生自私有情之 此恨不关风与热 所以欧阳这就用论辩的方式 要检视人生离别的种种的根由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 采取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就要我们呢 唱一曲就好 一曲人叫唱去 就要我们持续看见落成花 时光春风涌一别 你要喜欢春天的话 就住在洛阳把花看遍了 最后能够从容的就告别春天 所以他采取一种态度的面对离别 也不是针对离别的经验里面一意铺陈的 这种手法东坡延续了 你看这个词里面 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 东坡就告诉我们 这种语不是我们这一趟游历而已 人生合唱不是 随时就在风雨之中 它把它化为一种普遍的经验 在以论述跟我们讨论 那能议论的人生好处是什么 你从理性去思考人生 不是单立在情境之中 自己自怨自已的 他能够抽身出来 然后俯视他 这种情理的交变 我们这里会看到 东坡从元凤五年开始 他的词 他的诗 他的文 当然都一致的 都呈现出一种很强的论辩的特色 你不甘心如此 你会说服自己或者说服别人 必须要自己抽身出来 做理性的一种思考 他的代表是什么 莫听川临影打一声 这个词读法跟以前不一样的 以前很多词都是 由头到尾告诉你整个故事的脉 这首不是的 一刻的天就来 给我们论述这个事情 好 一个态度是什么 莫听川临打夜声 我们遇到雨了 现在东坡已经采取了 不是之前两三四年前里面 写蓝鸽子那样的带走冲山雨的 他为我们要慎重一点 然后做两个处理 一个是比较被动一点的 那莫听川临打夜声 如果突然起来的风雨 东坡的态度时 就是我们首先不要自己杀自己 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来误判 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一个就是莫听川临打夜声 人都就在雨中了 你自己会估计的 你身体能够承担的有多大的风雨 对不对 那你会估计最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可能就是临时了 走在旅途中的三十多里路的中途 你能怎么办 你冲回家还是全身湿透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交集了 已经无法躲了 对不对 一直呢就采取这种方法吧 不要一直听着川临打夜声的声音 用这个声音来杀坏自己 我们面对人生何尝不是 太夸张我们外面的 难以控制的一种情境 所以我们读书以来一直告诉我们 哎呀考年考好难的 你读好多书 买很多参考书 看完你觉得有点被骗的 读那么多有什么用 都不粗的都不考的 读教科书不是就很好吗 为什么 你一直成长 一直被大人杀到你了 你一直听着川临打夜声 来度过你的风雨人生 那很累啊你知道吗 都要我们首先你自己判断好 不要老是听着他自己杀坏自己 没那么严重 很多都是自己夸张的 而且自己在夸大他的一个 外在的一种势力 没那么严重 我们人生风雨就这样了 墨亭川临打夜声 但不能老是这样 那墨亭不是他误着耳朵都不听啊 就是你心里面先要打从心里 不受他影响 你估计这场雨 而且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在走在旅途中 还有朋友相扶持 所以不需要害怕 好了 这个是比较被动一点的 做自己打从心里 先接受他 不躲雨 不充雨 要什么呢 要放松心情 何妨营笑且实行 好 刚才那个还不够 相对而言 不如要这样 要怎么样呢 要营笑 有些想想看 面对人生的风雨 是难得的经验 那种风雨的节奏 如同给我们打节拍一样 我们配合着他 然后呢 迎着诗 唱着歌 走在旅途中 不是也很写意吗 但营笑不是真的 就无用不去唱一首歌 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很轻松的一个态度 但是不管怎么样 要记得且实行 要慢慢走 你绝对不能着急了 放慢你的脚步 面对困难就不能着急 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说 当你疲累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要做任何决定 重要是小小的决定 为什么 在这些时候很不稳当 不理性的 陪力的时候 往往很多事情呢 都不周延的 处理的并不是那么稳当 因此呢 要慎重 宁愿给他耽搁一下 没关系 让自己有更宽裕的空间 时间 来做审思 来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人生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都要非常的深重 所以他自己说了 放松性情 以与生为节拍 边行边营笑 并且呢 当然 更不要忘记 是宇宙路华 要慢慢行走 东坡其实里面给我们很多提示 慢一点没关系的 不要急着要毕业 延毕一年还可以吧 对不对 何妨营笑且实行 慢一点 也许给他自己更多的一个机会 去思考更深刻的问题 好 稳住每一步之后呢 那是比较 是踏实有自在的表现的 那不止这个了 东坡也认为 那走在雨中 离令之路 但又衡量你自己的得势 那有些 有些基本的配备 也不能够完全没有 所以他说了 竹杂盲鞋 轻胜马 这个竹子 当个拐杖 有些需要的 你不能在这边 以为何妨营笑且实行 把衣服都脱光 这边走下去 鞋子就不穿 你不能受伤 你不能害了自己 然后呢 以后你回到一场大兵的话 你再怎么照顾你 再来 如果在旅途上受伤的话 你拖累你的朋友 你知道吗 不行 所以自己要稳当好 要 有竹子的 拿来当个拐杖 而盲鞋 就穿好你的草鞋 稳住每一步 但是又不能太多 太多就是一种拖累的 就是心理的负担 有的时候我们去旅行 不那么轻松 为什么 行李太大太多了 每天都想换新的衣服 其实蛮美的 你知道吗 回来还有洗衣服 你想想看 何方就是 当然 有些人说的建议 去旅游的时候 不妨把旅游 尤其夏天的 三个淘汰的衣服 通通带去 然后穿完就丢 也不需要洗衣服 也清理一些东西 那 其实东坡当然 谈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式 叫 逐渐忙些 好 你只要少一些配备 你也够稳当了 你走起来没有更大的负担之后 心灵就轻松了 那种轻松的 比人家骑马更轻松 有些骑马并不轻松 还穿着这样的一种衣服 然后配置很多东西 也怕了一个东西弄脏 实际上心里不得快慰的 倒不如想这样的 走的起来 走轻轻松松的 他说这样的一种 摆脱了外在的很繁荣的一种舒服之后 油然自得 就有一种比起码还来的舒适 轻快的感觉 那有一些体会之后 东坡就说了 好 谁怕 一说烟雨 任凭神 所以任凭神是 任凭我一生 或者尽管我一生 就说你做好 完全准备了 什么风雨 我都不一定受他的一种声势影响 我也心里自然有然的接纳他 我也不在意对抗 放松心情 配备也足够了 也轻松了 所以他说 纵然我一生 都在风雨中 我再不畏惧 谁怕 一说烟雨 任凭 一说不是穿的 所以这些 即使说我们的衣带水一样的 打在身上的风雨 所以也许啊 这种风雨从不停止了 他说我也不害怕 反正就是这样嘛 就接受他了 能放晴很好 不放晴也没关系 因为也没有多大爱的 因为我不受他影响 怎么走过鬼门关 走来这个乡间 这场风雨算什么呢 所以他前面说了 遇毒不绝很有生意的 也许就算听不懂他的意思 为什么他不觉得 因为他真的 面临最大人生的一种迫害 差点要了他的命了 现在是偶然得害的生命 他也不那么样的就被他所杀倒了 所以他就觉得 我就可以啊 让自己轻轻松松的度过我的余生 纵然没有放晴的一天 在风雨之中 我不会再害怕 人所以会有的时候被人被人利用 或者被人打倒 就因为你心存畏惧 畏惧还使得人呢 无法坚定好自己 没有人生的方向 而且很容易被黑暗所诱惑 掉入深渊而不自知的 只要心中无畏惧 那是最好的面对的方式 那这个是东坡这种 经过这番历练之后所体会出来 当然东坡有点这题发挥的 好像天地抗你 你刚才那场雨就把我打倒了 现在你看看 我会振作起来 跟风雨做这样的对待的方式 那这个是 我们比较容易在风雨中提起精神 来面对一种方式态度 但是问题是 历经之后的顺境 时不时就容易能够更好的发展 让自己过得更好呢 未必如是 所以东坡下面那段才是 更要超越的一个情境 下面就表面写的雨过天晴 他说 撂翘春风吹酒醒 所以撂翘春风是带几分寒意的春风 叫撂翘 这时是木春三月了 因为下个雨了 天气有点冷凉凉的感觉 所以他开始看到冷瘦瘦的撂翘春风 好 吹酒醒 多么重续闻 而且在风雨中 你没有停止休息 何来喝酒之事呢 对不对 这个表面好像说 把我们从酒意中吹醒过来 可事实上 你不能把它在十节 一点点喝过酒的 它可能是比喻什么 我们混恨恶恶的人生 如喝的酒一样的人生 我们的罪梦人生中 就可以提振起来 经过风雨过后 然后冷瘦这个风吹来 让你陡然了一种清醒的感觉 仿佛把你从醉梦人生中 把你叫醒过来的 所以这个酒醒 不能把它解成一井喝过酒的 应该是 我们一般人都好像 如梦如醉一样 根本没有清醒之事 也许有遭受一些历境 才把我们叫醒过来的 不是这样吗 人生都是这样 很多小孩子都是 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分发 等到家里面有些灾难了 他才知道 如何去发奋作人 对不对 廖朝春风吹酒醒 一声冷瘦的风来 把我醒觉了 这些酒醒就 比喻从醉梦人生中 转醒的意 经过这份现实打击 有所觉悟之后 一种很清零的 寂寞的感受 就由然而生了 但也不是之前 所谓寂寞杀周人的感觉 一种 到一个更高的意见里面 一种很孤独的 要面对一个新的情境 好了 他所谓的时候 唯冷 但果然实际上真的 下个雨之后 气温那时候 有一种冷冷的感觉 也果然写出这种感受 唯冷 那这种和尘不是 在我们现实人生之中 一些平常生活的 一种经验之里面 也会觉得一种慰藉 但经过一番破灭之后 你自己从反省过来 到更高远的一个情境之中 你好像登到高峰 一种冷冷的感觉 一种微冷 好 这个时候 他说山头狭窍却相迎 但微冷之急突然之间 新的意象出来了 大家回馈给你了 山头狭窍却相迎 山头的邪阳 好像在远方 迎接你归家一样 那时候你觉得 分外温馨的 那是对照的 如果你都躲在房子里面 看了晴雨阴阳的变化 你不觉得 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但如果你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黑暗的道路 风雨交渣 一直都等不到天亮 突然一转个声 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有种喜出望外 好像呢 到一个呢 守得云海 云海见月面的喜悦的 所以这里 都不得创造一个呢 当你经过人生呢 大正也许回馈给你的 你得到一个呢 很温暖 很平静的一个情境 使呀 好像跌进了 所有风雨 都不会更改了 人间温情一样 让你重新拥抱 见的生命 山头狭窍却相迎 你并不孤单 那个相用的很好的 大家就是伸开双手 拥抱着你 给你更重回人家 这种温馨的感觉 但这个时候 我们就更要注意了 但经过艰难 就得到 驻然得来的幸福 有些时候 你往往不知道 这种幸福 也许我们害怕了 更失去了 所以希望 牢牢去 去拥有着它 就忘掉了 更分发努力 用更严肃的态度面对 因此往往 这个幸福可能是 更深沉 是更大的深渊 更大的诱惑 让你迷失你的心心 可能很多大师同学 都得懂这句话吧 山头狭窍却相迎 但你经历个联考 就突然到了大学 我就可以玩几年了 对不对 很温馨很快乐 但皱眼一黄眼 哇大死了 原来人生不是那么温暖的 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所以谁都这样的 他要面对更 借用而来的温馨 好了 屋台上过去了 现在也慢慢 适应到农家的生活了 难道我们就 只是这样的 为了不怕 害怕面对更艰难的事情 就拥抱生活 就甘之如鱼 就这样吗 不是的 幸福也不需要 就是垂手可得的 你必须要自己努力 坚定的去把它守护着 不然的话 这个也是更大的罪恶的根源 仍然更能走出来的一个深渊 所以这些东坡 这当然是意在言外 东坡是有意跟你讲这个 好 一方面当然 这次好处就是 它的确配了情境来写作 这也是 雨后放晴 你真的也会得到这种温馨 可多么隐身 跟 饱含一种生命的一种体验 跟我们面对生命里面 有坏到好处的一个情境 是弱和福气的 你非常能够自然就了解到 它所包含的遗憾 真正的道理 不是要开口跟你论说 人是不愿意这样接受的 也觉得没说服你 但坐起来带我们看看 你也走过人生的风雨 不是得到偶然的一个 有阳光的温暖 但是这种东西 也是稍纵即逝 果然呢 雨停太阳出来了 但是变成 夕阳无限好 只是静黄黄 不久之后呢 太阳会下山 难道你还是不甘心如此 不是 东坡要我们放开它 不只放开一个情阳的 一个这种拥抱的心 也要放开刚才的得到的风雨 不是老师记挂着 以前如何从坚困走出来 老了自己也走得比不快乐 所以他告诉我们 回首相来消色去 当你走的时候 不妨可以不妨啊 可以回头看看 你刚才走过那条 经过风雨交加的路径吧 人也许要莫忘初衷 也知道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偶尔也要回头去 审视一下 但不能单立在一起 有人以为 这个就是 一种生命的意义 来强调自己 出自行为 出自悲困的 但自己还是被约束住啊 你以这个遗址来自高 或者去鄙视别人 你们都是幸福出身的不伤我 这个也不需要这样 偶尔可以回头去看看 让提醒自己 我是那么艰辛走过来的 但是 不能单立在其中 老是回顾 那么为什么 后面一转过来 要归去 因为你的人生旅途 还没走完呢 你还要回家的 还有个路要走的 偶尔回首是可以 立刻要转身 往你眼前的路走 西方有句话说 他说我走得很慢 但是我从不回头 很有意思的 你走得很慢 也许原地踏步一下 没关系 但你的方向都是往前 而不是转身向后的 那么也何尚不是这样 要我归去 归去的话 你还有一条 还没完成的路 要你回 要走的 那个时候呢 记得 那时候已经转身了 不要再激过 刚才的一种消失之处 种种的一些不堪 而更有什么呢 两者都要摆 都要摆落 对吧 又夜无风雨 夜无井 当然他写的很妙 因为这个时候 果然赢到晚上赢领了 也没有雨了 也放晴了 当然也看不到斜阳了 一切负贵了 一个黑暗的灵境 但心中呢 也毫无挂碍 你既然走出人生的一个历境之后呢 心中都要摆落 所有的眼前的 所有的美好 以及示意的东西 也不要老是记挂着 刚才的阳光的美好 或者那些呢 牵挂着过去的 那种不幸的东西 要通通都要把它排除掉 快乐跟悲哀是相对的 事实上都让你心里面 产生一种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最好通通都把它消解掉 那时候 所谓的人生的情仰风雨啊 你都能够超脱之后呢 就达到一种 得失 不淫于心的 一种坦然自在的 一种感受 但是这个东波喜 当然这首词 这个时候 能不能做得到呢 也很难说 但是人知道也不错了 东波喜也勉励自己 要超越了这两者 所谓的融入得失 这些都是相对的 人最后呢 就要超脱这些 现实以及理想均的 得失或福啊 到了然无挂碍的话 这是要很艰困的人生的 一个历程 你必须要勇敢的走下去 当然这个是一个起端 东波告诉你 要定风波 要走这样的一段路 当然这些词里面 背后啊 有更深刻的人生 一种经验的一种 一种体会 实际上是东波 是历尽艰辛的 积极去超越 然后体会出来的 当然定风波 我们这是一个起端的 这如何真的做得到呢 这个时候东波才47岁 他66岁7岁 将近有20年 他必须在这个人生 旅途里面 要印证这一点 从人生的困顿中啊 走出一条很坦荡的人生道路 我们把他先割下来的 东波 好这个时候 你第一次跟新党的不和 遭受这样的磨难 但老天也安排机会给你啊 两三年后 你重回朝廷了 让你们这些人能执政的 难道就会更好吗 做反对党容易 但真的要自己 肩负起国家的重则 才知道十分的艰难 艰难不是 我们说 简单分新党党 事实上啊 人不同心的 这是政治上里面 比起有自己个别的内衣 因此联情绝党 但是呢 当你的党值得势之后呢 背后的纷争就纷纷而来的 我们呢 有时候读中国历史文人治国啊 从中堂以后 经过科举考试 你发现一页很悲惨的历史的 从流离党争都宋代的新旧党争 正是古今忧恨几十平 为什么文人治国应该是理想的状态 结果呢 都是难以化解的太多纷争 你看在旧党里面 我们都说了 东坡有那个时候有洛塑鼠啊 三大派对不对 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才发现呢 中国也许是一种宿命吧 本来周周天子之下就各有诸侯王 各自为政相安无事 谁要你大一统 大一统之后呢 只统一文字 其实语言不同意 那种上一个很大的根由了 以后啊 地狱的观念依旧会存在 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最麻烦的问题 一直到现在 那他从每个语言都呢 有自己啊 那种啊 统一性来排他的 那从古到今都是如是 那东坡就是面临这个状况 东坡就是里外不是人 好 新党他有些批评了 旧党又如何呢 最后还是跟司马光的党与不合 你里外不是人 什么的公理正义 有时候这是谈不通的 所以中国只能用的 最后被义族灭亡 才结束一个朝代的 周而复始都是如是 我们当读书人也是 你如何能够冷静 跳出一些啊 自私的繁离 先不要有成见 被很多的外界的东西 麻痹你 蒙住你 然后跳出来思考 但你发现中央这样 可能都是 只能这个恶恶之事 难以在政治里面 得到真正的利益的 当然只能谨守着这个分寸吧 东坡这词里面 现在有很大的一种 成分性 比如说生命的一种无赖 但是也只能这样 相信某些 也许在价值失罪 自我迷失 难以重获生命的定义之余 东坡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在原封五年 事实上他不断思考问题的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要坚定守住的 如果这个价值 这个生命的定位 都完全否定掉的话 也许生命真的是 一片虚空 我们看到 他实际上在原封五年里面的努力 就是里面重获一个东西 一直等到夏天写 夏秋的时候写念如照 或者东仙国念如照 东坡不断地困扰这个问题 但是他最后还是找到一个 还有不变的东西 虽然很微弱 可是也很艰辛 就是他的词一直关心的课题了 多情应效我造圣化法 多情也许是一种负担 但是也是唯一的能够让你救赎的力量 那我们慢慢去谈这个地方了 顶峰波这个是一个起头了 如何真正顶峰波 东坡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也会看到了 东坡再会写好几首顶峰波 其中有一首就很重要的 但是几年之后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先割下来 最后还继续去看看他的发展 好 这段游历 东坡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上田的机会 跟朋友走出他的房间 散散闷起了 因为上田有一种新的喜悦 因此走起路来就轻松愉快地躲了 他的词也充分反映出这个心情 那上面我们看一首 就是128首的《晚西上》 我们从东坡词的开始 都了解到 人生有别的岁月飘忽 是他的生命的严肃的课题 怎么要去面对 人生 终究要离开你熟悉的世界 离开你的家 离开你的友伴 离开你的童年 你有没有勇气 一直孤独地走下去 而且重建一个更好的伦理 那肝囊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因素 就是岁月飘忽 你掌握不了时间 我在研究东坡的文学 尤其词这种问题 对时间的这样的意思 有充分的注意的 那这首中文在朋友游玩之中 东坡也不忘此意 所以这首西山也是一个时间课题的问题 好 我们看这首 《晚西沙》128首这首 在你们书里面193页 是这样写 它说有个序文 它说 由起水清泉氏 四里南溪 溪水溪流 那词的本文是这样的 它说 山下南亚短静溪 中间沙路静无泥 潇潇沐浴子归体 谁到人生无在少 门前流水尚能熄 修章白发唱黄记 它里面有一番论辩 那按照东坡志宁的技术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在去沙湖道 东南的在黄州东南三十里的地方 它去那边上田 不料呢 在前往看田的过程中 它也生病了 但事实上东坡本来 在那几年都是有些很多的病痛 但没想到因为这样的雨天 走那么长的路的时候 它也生病 它的手有一些麻麻的 肠胃也不很舒服 眼睛呢 也可能有点不少的白肋战 看得不很清楚 就听说啊 这附近有个耳聋的名医 叫庞安长 那后面呢 你看东坡志宁里面 有介绍这个故事了 我就把它白话说给他听 那庞安长呢 就叫他去看病 反常是耳聋的 所以东坡跟他对话就很有趣了 东坡只能写字 然后给他看 就用笔来对谈 东坡觉得呢 我用手为口 你呢 以眼为耳 他说都是一时的一个艺人 那给他看过病 也许有些针皱几下 眼睛呢比较明亮一点 身体比较舒服了 那些东坡呢 就大跟着他们一群人 走回到附近的一个清泉寺去旅游了 那边有个汽水 有经过黄州的汽水 那是在汽水的一个郭门外的 二里渔的那个地方 那里面的那个寺庙里面呢 有个王羲之的 曾经在那边洗笔的一个泉圆 所以这个地方就称为洗笔泉 水呢很甘美 那下面就是一个蓝锡 很多蓝草的 充满的一个溪溅 这比较特殊就是呢 溪水溪流 后来我们读到东坡说大张东去 中国的水都是往东流 我们溪围长 有一些水是往东流了 你不怀疑的 有一些水都是往天 因为中国的地理是西边比较高 东边比较平坦嘛 所以大江大河啊 基本上都是往西流动的 那这个西的比较特殊啊 就往 从东往西流下去 他觉得有点反常很不寻常 所以东坡大人在这边 太有灵感了 想到人生 其实如我们所料啊 都是顺势发展 有没有可能啊 反过来呢 所以这里面文章有一种啊 幽默调侃之意啊 就是 就变对时间的一个问题 他提出一个 不一样的想法了 对不对 能够啊 有一个愚意的空间 可以跳出来自我调侃一番 东坡这个词就呈现出某种 心灵的 心理的一个状态 某种精神的 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呢 等一下收集过后 看看这首啊 《晚西沙》 看东坡怎么去思考这个 人 可以啊 反老还童吗 这个这样的一个课题 前面我们看过好多首《晚西沙》的 被有一组 东坡是到徐州 巡视啊 一个田野的生活 那农村的生活 写了连续五首的《晚西沙》 然后之后呢 我们也读过 东坡刚到黄州时候 去啊 写了两 也是好多首的 四五首送给啊 就是那个徐军游 他来拜访 然后呢 写了这样 嗯 他的《晚西沙》有个特色 因为《晚西沙》基本上 前面三句啊 一句一韵 最好用来写景 一句一景 但词因为有音乐的 推动的模式 所以这个景 并不是孤立的 他好像是一个呢 一个连续镜头 但是呢 要分镜来处理 你会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景色 移转的一个方式 那东坡因为冠用这个手法 所以这一首《晚西沙》也不例外 那如何由景到情呢 但中间就是更重要的是 意识到时间的变化 这些就是很正统的 词的一种情境的一个 推进的方式 好 第一句啊 东坡先 第一段呢 上篇就用三个写景的 一个意象把它组成 现在看到什么呢 上下蓝牙短静细 我们说 我们又看这首词 又看呢 又去设想 一个诗人 或者一个词人 他如何去观看他的世界 他用什么角度去看下去 那你看呢 上下地说 人走在旅途中 在可能在陆地上 就往下面看到 这首词前面虚文看到了 它是 湿水明 湿里南西 一定对水 有些交代 所以第一句呢 就从湿水间 往下面看 看到什么呢 刚发芽的蓝草 蓝牙短静细 在溪水间呢 到处会看到了 刚发芽的蓝草了 这地方是 遗址文明的 就是蓝溪 一个点题了 对不对 上下蓝牙短静细 看到蓝草长在那边呢 因为水很清澈 水呢 没有妨碍你的视线 就看到了 在白白的水下面呢 发芽的蓝草啊 就生在那里面 当然这个点出 四里南西之一的 那接着呢 有下面 往下面看水的景呢 就回到它 走在旅途中的一个景色 松坚沙路静无泥 又出现一个无泥的状态 我们讲的东坡的词啊 会塑造一种很清冷的 干净的那种气氛 也许啊 词到欧阳寿以来 文人为止 都有某种心灵的洁癖感 现实呢 就喜欢那种比较干净 这个也是很矛盾的东西 词本来是 应该是很物质性的东西 在各楼积苑里面去营唱 对不对 写出一种很 很富力弹簧的一种生活经验 然后很浓烈的情感 但东坡很少写这个部分 中坡用词来写作 他好像置身事外 把它抽离出来 写到一个 好像是不尘尘埃的 很干净的一个世界 也许是某种心灵的一种作用吧 中坡活在现实世界中 在物实世界中 要保住一种精神的一种灵境 不容易同流合物 堕到一个很繁殊的世界里面去 这里面有种 这样的一种 心灵这样的一个拉扯的 所以很强的有这个 我们从他从杭州移到密州 第一小学 叠炼花的时候 不要写到这样 对不对 回上去杭州的时候 更无一点沉水马 那写到呢 从杭州往湖州的途中 南哥子也说了 自爱湖边杀戮免离行 那写到这里 到了黄州了 他还是不忘记了 写到这样的意义上 松坚杀戮近无你 一直强调 我就是走了 喜欢的一些干净的 宁静的 那种有洁癖的一个路径 这是有他心里的一个 一个投影在其中的 好走在松坚 我们看到了 他写在散布在松林间的 沙石呢 因为刚好路干嘛 显得非常的清爽干净 两句间里 你看到这个变化的 现实有水色的一个明镜透亮 写到林间的清朗舒畅 空间呢 也有个拖长的 从往下看到往前看 逐渐的推移 果然不久了 空间怎么样的变化 也暗含了什么 时间在慢慢变化 我们讲到东坡子 到这个时期很多是写他 在行径中啊 所发现的 所啊 感觉到的一种啊 一种情思 所以这里也顺着这个来的 果然到下面一句呢 时间的印象出来的 少少沐浴 自归体 用两个地方提供啊 我们对时间的一种啊 一种意识 一个是少少沐浴 傍晚了 从白天出游到傍晚来的 下起呢 少少的一个细雨 好 本来是刚才是很清朗的 中间下路也静无离了 感觉变化了 又亡魂的时候呢 然后呢 明朗空静 这个清静的空间不见了 天色 渐渐暗下来的 黄昏到来 而雨也来的 我们说啊 紧随晴转 但本来刚才很开阔的时候 你心情很愉快的 写到 中间下路 静无的时候 应该蛮轻快的一个 走在那种 很清凉的一个树印之中 但我们想到 越走越走呢 天暗下来的 你心情跟着呢 往地沉 我们说紧随晴转 这也暗示一个心情呢 从比较愉悦的 慢慢对一种 比较可能落末的 一种淡淡的一种情怀的 好 下面黄文台雨来了 在寒冷之中呢 他传来 令人感到了 一种很黯然的 一个是 身在少少细雨之中 还有什么 紫归提 杜鹃流的提名 你听到杜鹃流的提名 当然你意识到 什么 牧村已经快结束了 杜鹃不在初春的时候叫 是牧村的时候叫 所以这个时候 竟然有个时间的暗示 少少沐浴 指挥 两种声音 雨声 鸟叫声 紧随晴转 情绪 因此产生变化了 为什么 开始意识到时间 有时候时间的一种意识的时候 就开始有种 也许有种担忧了 那如果过去 一般的文人词 写到少绅沐浴指挥题 下面有抒情的部分 应该是 因景深处的哀愁 感到食不我语了 人生的无赖 为什么随着岁月而去 美丽的东西 少绅就不复返了 往往都是解的 你看到 下面东部一转过来 他就 有意要跟时间对抗的精神 他要自己提振起来 要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昂然的斗志 所以下面你看 你看说 谁到人生无在上 这些当然是有感而发的 因为本来已经在 孝顺沐浴指挥题 整个心情 已经低落的时候 他觉得不能如此 尤其这趟初游 也不是一个人 也是一群人的 也不能因自己 生出的哀愿 也让大家都不 不宽而散 对不对 或者乐其生辈 他不要 自己要看到他的努力的 但是这首词里面一种意境 就慢慢的开拓出来的 他说 随到人生无在上 他这边走着 借题发挥的 他怎么注意到这个 吸水的现象 为什么 这个吸水是由西 由西往东流的 多么没来过台湾 不然台湾的水都是往西流的 红玉山那边 我们没有往东流 那边已经是太平洋了 你无法去流下去了 对不对 这个是地理环境的问题 所以东坡在这里面 就发挥一份 看到了 西楼的一个反常现象 东坡就想到了 谁知道人生无在 谁说人生不可能 在少年 重回青春呢 为什么我们呢 直接一想到 人会老会老 当然这个事实 都不必不带到 好像人可以吃了 鲜蛋可以烦恼还童 他认为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呢 都被很多的 约定时俗的东西 来禁锢着我们了 我们因为呢 小朋友又怎么样 所以我们呢 当小朋友一定讲那种耳语 然后呢 穿那种衣服 想象的世界都是天真的 我们因为整个国家社会 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呢 所以我们到一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就打着约定熟成 做同样的思维 同样的来过我们的生活 但为什么我们不质疑 这个东西是可以动摇的 那是相对的存在 为什么老了一定呢 观音老并修呢 对不对 尤其现在我们呢 年岁也不是像以前那样的 七八十岁还是很艰难 对不对 很多观念会改变的 为什么老了就不重用 一定要住在疗养院 一定要过他的生活 好像呢 老人家就是唠叨无聊的 因为呢 是这样 所以啊 你不自觉自己也会做这样的表现 觉得自己我才符合这个身份 一样 现在心理学告诉我们呢 人可以颠覆这个 什么 心理上的认为 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不会呢 做出老人的姿态出来的 那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改变的问题 年轻人也一样 不行 年轻人一定有反叛的 不一定啊 你还是很成熟的 对不对 不仅要约定属性 一定有这样的 所以东部这个时候 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来的 谁都人生无聊 为什么我们说老年就是这样 老了 有白头发的 有弯一杯 那就拐杖 讲话有半条失礼 上气不接下气的 你的心里会影响你的生理 你果然就是老化了 因为你自己心不愿意 让自己年轻起来嘛 自己怠惰 是因为因寻其归 而这样过活了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 但没想到 东部这个想法 现在在心理学界里面 有新的一个论述了 人生是可以在年少的 你保住昂然的斗志的时候 人不是随着你的身体 而慢慢老去的 而是因为你的新鲜老去 带动你的身体老化的 那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他说 谁到人生无在 你看到中国的水 门前流水上能溪 你看到我们的溪水 不是也可以要反方向 倒流往西边去吗 东部这个时候 没有更好的一个论证 做很多的科学实验 实际上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来 我们不要说 东部好像是很白痴 就是很奇怪的问题 人生会返老还童 真的有先当吗 当然不是 都不会带到人生 可以重新再来 再年轻一方的 电影可以这样拍的 可以从老辈子 跟年轻 像老的慢慢的年轻 这样下去 但是事实上也不是 要违背自然的常规 都没有谈到 事实上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因为这样 如果 流水都上人戏了 意思就是说了 所谓的老不老 没有 就不是一个 完全是一体的问题 它 其实是一种心境而已 人生 其实有诸多可能 为什么不给自己机会 人生 那这样的话 因此就不会什么呢 如果能够 你不要是 虽然老一点 要这样哀叹时间过去的话 我们就不要什么 像白句一样的 修章白法 唱黄鸡 白句 年老的时候 写了一首诗 《罪歌》是《寄人山玲珑》 就写到他了 年老的时候 最怕是什么 早上起来 给黄褐色的一个鸡鸣 把你叫醒 好像叫醒你 并不高兴 好像上中一样 告诉你 你没有多少时间的感觉 所以写了这样的歌曲 哀叹了 食不我语 所以 这意思就是 年老而唱起那种 黄鸡吹小的 而且朱颜易老的悲观调子 多么说 不要再唱这个 不用这个来催促自己 好像真的老 就要接受那个事实 每天早上听到黄鸡叫的时候 就以为 催你老的意思 为什么那么负面人生呢 这样去看待人生 如果你每天起来都是一个 好像小孩子天亮的时候 很多事情做的话 你自然就会联青起来 多么有这样的东西面对 事实上从来 之前都没有用这种态度写过的 也许因为第一 他身体要改变的 因为本来生病的 就看了医生 医生帮他把脉 结果身体好多了 他从身体改变的时候 精神就好了 就可以出游 跟全人带这边地方来 这是有他实际的一种 一种经验 吹使他有这种 比较正面的人生观的 让自己身体先好起来 人生的看法 就会不一样的 所以东坡这种词 就跟过去的词 从以警言情深度更深的悲伤 有不同的一种调性 他就自己转过来 好 当然这里我们 多么就要我们 不要再像白剧那样的 医生都年老了 法白了 而有唱黄迹催小的那种歌曲 不得老的老是去听那种 往事不堪回味那种歌 人还可以做 听这种更青春活泼的歌谣 来让自己能够提振精神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会徒增伤感 但是实际上 我们就看到 在东坡的 往事下的调子里面 表达一种 不一样的一种情形 那我们统革而言 过去的往事下 都是大部分 都比较悲伤的调子的 秦少游也罢 或者后来的周邦彦 但东坡的往事下 他比较注入 一种松失的精神 多种理性 一种理趣 然后从人生的悲哀里面 就一种化解的处理方式 我们一系列看到 他往事上 很多部分都是这样 但偶尔会有一两手 也会跟过去的调子一样 但他意识到 不能长期如此 那这个我们就看到 他的原封 其实原封五年 这些年 他的情绪是 波动变化很大的 但你看到就是 他也很试图努力 去找寻一些 可以说服自己 然后弥平人生的悲伤 找回真正的内在的自我 来重新获得一种力量 他的努力 在一首一首词里面 都看到一些端倪的 但最后他 如何把它总和 然后呢 统一起来 那是很重要的 那上面呢 我们再看一首 也顺着这个时期啊 那一首也蛮轻松愉快的字 129首的西章乐 好了 刚才那首其实也是论辩的方式 但这一首就跟不一样了 人开始不要再议论了 真的图 让自己放轻松 回到自然之中 才能发现真的自然的美的 当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人工化 我们也物质化之后 我们的感官呢 就比较麻痹了 无法敞开 因此呢 我们对自然的一种体会了解 就逐渐就萎缩 不能够跟它互动 产生更大的能量 那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文明最大的问题 从来我们人类的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的自然就是一个 有充分利用的外在的世界 来产生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动能 但没有好好去啊 对待我们的周周的自然环境 其实不断地告诉我们 要回归自然 实际上我们也很难做得到 毕竟我们的生活 就是另外一种物质化的一种情调 这种词啊 比较真的不一样的 它用西江月 当然写江月之景 东方有句话我们也引过嘛 江山奉月本无常主啊 贤者便是主人 你如何当自己新贤 来 你当你新贤的时候 你的感官就开始比较活络起来 你看到自然的美 听到自然美妙的声音 而闻到花香 时而有滋味 那是最愉悦的生命世界 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 当你对外事都不关心 你的感官慢慢呢 比较不那么通畅的时候呢 一定心里面有些障碍 这是焦虑的最重要的根源的 那这有词 本来我们先读词 应该是先读词在读他的序文 为什么 序文是后来补上去的 只这样写的 他说 词的变化等等 产生一种感伤 然后试图来化解的一番努力 词实际上也可以写一种 生活情趣 一种暧昧的心情 这些文体里面是一种解放的 不像过去的都是物质世界里面的 你联绎在一起的情爱 东坡讲自己放在自然之中 基本上过去的词很少写自然 我们有自然三水诗 很少自然三水的词 因为词太集结在情 或者情商之中 就无法跟大自然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但东坡这种词里面很难的看得出来 但是沿着前面来的 经过韩石诗 然后定峰坡 前面的晚西沙之后呢 他慢慢到夏天到了 他的耕地也可以恢复耕 有些收获了 家人也比较了 能够有些劳动 朋友也往往之后呢 他心情的好多了 好 我们先回到他的前面的续文 他说 请在黄州 春夜行起水中 过酒家印 酒醉 成月之一溪桥上 且安驱躬 醉卧少修 极绝已小 乱山传涌 流水枪燃 一废城市也 书此语 桥柱上 情就是进来嘛 可是这个是后来补写的 那这里面呢 多么还什么呢 创新的一种文体 就在这个本来的抒情词里面呢 再加一个小品文 把文跟词做一个结合 而且前面的人没有过的 因为词只能是抒情 很多东西呢 没办法再延伸 跟说明白 所以他补这个东西 也不能重复他的词的内容啊 他用一种更散文的 小品文的方式 写出了前因后果 但是事实上里面 有别的意境的 两个相混在一起 构成一个整体 这后来成为后来 像张白石啊 明星人很能学习的方式 你把这个 这样的序文抽出来 就是一篇很好的小品文 把词本来很人工化 很格率化的文体 加一个很散行的文体 把他冲淡他的一个 人为的一个色彩 然后两个结合都非常完美的 这是一个新的美感的呈现方式 那当你看完的时候 纯粹听那个词的时候呢 走可以抛 有一个背景之后呢 你慢慢细细体会 体会里面的情趣 那就不一样了 两者是相得一张 就是非常好的结合 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里面 不是有意去创作 也许东坡是无意的 但无意的反映出 他当时的心情的 我们说文人就是有一种 突破繁离的一种勇气 创造的勇气 但你心持活泼的 自由的时候呢 你就会不守规 就会不拘泥在自己的 一个问题之中 有一种呢 创新的动能会出来 不止圆圆更新的 所以这个开始以后呢 我们看到东坡的词啊 已经不一样了 他有写就跟豪迈 跟超旷的意境 而且文字呢 更加的散文化 已经不一 很难用过去的 词体的固守的观念 来套在他身上 来评价他了 因为他已经有一种 创新的东西 源源不绝啊 从他生命的 在激发出来 当然这些是 从我自己的信心 有个自由的心灵呢 才能做得到的 我们看很多文人呢 被贬贯的时候呢 郁郁寡欢 这些文章呢 非常的浓稠 郁闷难解 很难去翻新心 因为自己 也被行去困住了 但多么不是 他就挣脱出来 所以一个人的心灵呢 自由就是文体的解放 那是一种啊 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了 好 我们就 这种文体当然大家可以 要慢慢去体会 我们就回到词的本身了 那 他说 我们先看他的序文好了 那序文就像是 补写一样 我就记得 他的意境本来很统一的 他说最近呢 在黄州的时候啊 他说 哇 有一个晚上呢 春夜行 起水中 刚才起水提到了 然后流过啊 这个 黄州的这个地方 最后呢 经过南西 诸入长江的一条水 那就过酒在饮 他不晓得为什么 那天晚上呢 他没有立刻回家 经过酒家的时候 就喝一杯小酒了 就会作战也饮酒 但酒醉 就喝醉了 他成月十一西一条山 才趁着月色 当然能夜游啊 如果你不带着火把 最后就是月光通明之夜 明月之夜 你才能走路啊 就不会有什么障碍 东坡很多时候写到明月当头 都是有这个原因的 你才能呢 都要回家 但基本上啊 东坡是一个很很爱家的人 不管他在雪塘那边 读书多晚 在那边劳动多累 他一定都要赶回家去 所以这趟里可能是从那个水塘 要回林高亭的一个旅程 但没想到他岔出去了 有时候人啊 偶尔做这些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举动 也许就会有一种新的一种发现 那这个词就是 在这个情形下 这种呢 庄子有所谓的有代无代 有代的时候就是很剧情的 有些期待 有些时候会适得其放 无代就是 完全没有心里的预料的 也许就会到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情境 这首要在一种呢 没有意料之中的那一种发现 他说了 喝醉酒之后呢 成月只要西条山 东坡这个词啊 在这样前面来讲的话 很符合我们的交通安全的广告了 对不对 喝醉酒不要再上路了 就开始休息在路边停一下吧 多么很乖 就不再立刻在那边 涌闯那个西桥 他不要 要解岸驱宫 那解岸就是 解岸是卸的像 把马岸卸下来 驱宫 驱就是弯曲你的宫 宫是什么 手臂这个地方 弯曲的地方 我们趴上来睡觉 就叫驱宫 知道吗 这是很文言的用法了 我弯起这个手臂 就叫驱宫 这个宫就是手臂这个地方 把它弯起来 因为你用马岸 马岸蛮硬的 这样呢 如果你躺在那边很不舒服 所以就在拖这个马岸把手放上去 搁上去 你躺下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要解岸驱宫 那他本来打算是什么 醉握少休 在那边喝醉酒 躺一下 稍稍休息而已 他不打算待太久 因为还是要赶回家的 等会没长到呢 就这样一睡 就睡到天亮了 急绝已小 等到醒来的时候 急绝 觉得醒绝 就已经天亮了 这里从没有过的经验的 如果你说相约 我们去阿里山 晚上早点睡觉 凌晨四点跑起来 看玉初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很累 往往都很失望 你太大的期待 你有待 但无待的不一样 你从没在这个时候 慌张以外 你自己一个人躺在西朝上 等到醒来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没有回家的 那时候你跟着 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状况 没想到那个时候 他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你乱山传涌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看山的 通过认为 他躺在西朝上 然后呢 他是仰卧的 然后看到山就在上面 就包围着他了 传涌涌着就是 皱在一起 乱乱的把它包围住 融缩皱在一起 叫做传涌 而流水呛然 有些都坑然一样的 那流水就很清脆 你耳朵贴着一个木板 水就好像你身上流过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 听到水流声的 我们都站在桥上 有个距离 对不对 你便想到 你就贴得那么近 他觉得这种经验 你从没有过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人有时候 就要需要这种勇气 要跨出你的生活的一个 规范繁力 你才有新的一种收获 这是他从来有过的 当然这个很难得 词里面有 东方不得 为什么呢 巴不得赶快把这种花也补上去 因为觉得这个 也是一种很美的体会 他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他说一废城市也 就感觉了 仿佛不是人间一样 从没有过这种 有种仙界一样 这种是很难得有的 他觉得呢 顺便呢 把这几句话 跟那个词呢 就写在一起了 书子与乔柱上 好 各位大家如果经过的话 如果你跟着东方模仿他 太过是 所谓的东西那个 笑评了 对不对 尤其是偶然的 你不能跟着东方 那我改天 也会在那边 故意把马鞍卸在那边 怕在那边得天亮 尤其可能呢 一觉醒来 什么都没有发现 可能太晚起来了 而且呢 也不像这样的一种 偶然得到的喜乐了 好 我们要回到词了 照也迷迷浅浪 多么的词啊 就写在西桥上面 赏景 然后呢 叶沃桥上 极小方形的一个情境 那先写呢 就是眼前看到的景色的 照也迷迷浅浪 那照也的主题是月光 月光呢 就照见原野啊 西流啊 放着迷迷浅浪的一个景色 是从上往下面看的 月光就这样的 迷迷代表呢 水啊 很饱满 很充沛 流动的样子的迷迷 中文有些时候 我们的语 用字啊 那个语音啊 是有意义的 我想讲的 比如说 迷迷 你回头想想很多的双重臂音的字 迷迷 满满满满 萌萌 对不对 像那些都是广泛一片 然后呢 晃动 树上不开的感觉 那迷迷也前浪 一方面是水很盛 迷迷绝对不是小的 应该是蛮大的 跟满满啊 萌萌一样 都是一大片的 然后呢 潜浪 因为呢 那边流动着 波动啊 翻滚着 所以叫迷迷也前浪 那是月光往上面照的 而 当然 东北就给我们讲这个呢 很立体的空间 下面一个呢 从下面往下面看了 横空隐隐沉消 那隐隐的沉云呢 就横更在天际了 云在那边浮动着 在云浮动的时候 月光有的时候会遮一点 所以有个变化 不是永远都是明亮照在 那个海水 那个浅浪上面的 你看天空也横着云了 在天空里面 隐隐约约在浮动着 但有些会略过那个月光 有遮住一点点 有些变化 好了 这样的一个景色 好 下面写到他自己的 藏离未解 御冲交 御冲啊 形容他的匹马 就是啊 毛色清白香扎的马 是骏马的一种 当然不要被东北骗 他是被贬罐 何来骏马 一个就是偷来的 一个是借来的 一个就是呢 夸张写法 当然文章都会收拾的 为了衬托这些美好的景 当然要把这个马都要 好像呢 涂个颜色 让他跟外面的美景 会相应一般的 所以也许他真的骑了一匹马 但是应该很普通 但是把它骑得非常的漂亮 一匹呢 毛色香扎的 清白香扎的一匹马 浴冲 藏离未解 这个藏离跟马鞍是一体的 那你骑马的时候 当然就跨在马鞍上面 在那里面 但是啊 为了走路起来的时候呢 不要用黎令的 见到你满身都是 所以在马鞍上面 铺了一块布 左右呢 就垂下来 那种藏离 有点像我们的摩托车啊 小达车里面的藏离板 对不对 里面的一个藏离 所以他是跟马鞍一起的 在下面铺的两块布 让你骑起马走在 里面的水路上面的时候呢 他不会践踏起了一些 篱笆 藏着你的衣服 所以叫藏离 那东坡有保留啊 下面呢 要解鞍 所以不能重复用 所以把它分割来写的 那一个马鞍呢 没卸上的时候呢 欲冲交 这匹好马 披着马鞍的时候呢 就神气活现 好像非常的骄傲 跃跃欲适 很想往前冲的感觉的 当然呢 这里面写的很好的一个拉扯 一上一下 人跟马之间的一个动作 马是呀 还神气活现 但我呢 我与罪眠方潮 我喝了酒呢 累了 我就不想走 反正脱下来 我们的词要写的好的 就是要想这种的跌宕变化 不是同一个情调的 才是好的 但一定要有这个变化 一个拉扯 产生一种张力 一种音乐的音符 起伏变化一样 好了 一个往前冲 但我要拉住他 我与罪眠方潮 就不理这个马了 那 下面一片呢 当然没有断了 整首只要一起喝成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 要卸下马鞍来 要躺在西桥上呢 除了生理 因为呢 酒力不胜 已经喝醉酒了 不想往前走 没有体力 起个马 也怕一个跌倒 滚在水中里面也很危险 对不对 但是是一层考虑 更重要 写的东北有写词嘛 写的不是生理的问题 还有心理问题 是什么呢 他说 可惜一些明月 莫照踏碎琼瑶 琼瑶是美玉 这里用来比喻 倒映在溪水中的明月 一个水泼 水光波影的一种美的 叫琼瑶 因此说 我因为爱美 因此呢 为了联系月色风光的美好 就不能骑着马来渡河而去 走呢 趴近渡河去呢 就把映照在溪面上 如玉一般的美丽月光 把它踏碎了 你看多么一种呢 你看多爱护这种自然的美景 因此呢 我就不愿意 莫照踏碎琼瑶 不愿马 把美丽的月光 浮在水面上的月色 把它完全像玉燕的 把它踏碎 因此呢 我就做好决定的 不管那个马 要不要停下来 我就把它卸下来 卸暗 那个写安气震绿阳桥 那他就 干脆的把马鞍卸下来 弯着背腰 他的枕头呢 就坠卧在绿阳桥上 悍然入睡 直到第二天清晨呢 才被杜鹃了身 把它唤醒过来 都与一声春笑 其实本身其实很轻松的写周啊 今天晚上里面的一个 一个活动 一个发现而已 但你想想想 补了这个序文实际上呢 更完整 词本身已经很很够了 所以说 作为词的抒情的语调上面呢 充分的表出 东坡啊 那种啊 应景啊 而有的 愉悦的心情 但那还是不够的 序文呢 刚好呢 相得一张 互相陪陈之后 直到来龙去末 而且有更多的一种新的发现 是词无法满足表达出来的 两个就混成一体的 所以最后那些很难分开的 两者就是写成了一个整体的 一个呈现美感的方式的 但这也是一种文体的突破 好了 这个之后都是春天的时候的几确词 看到东坡从如何走出啊 刚才还是诗的一种悲伤过渡的世界 重回自然之中 有些新的一种发现 有一种更好的一个 更高远的生命体现 但那种情绪啊 都是起起伏伏的 等到夏天来的 有一种情绪又来 尤其对时间的一种忧虑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没法在词 完全看到一个端倪 那事实上呢 这个这一年呢 从夏秋 那个春夏之交 他已经呢 不想之前呢 多浪为人 多么不跟外面接触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写信 慰问 也讲起朝廷的状况 还有呢 外敌的 也许蠢蠢欲动 侵略的这种事情 不听这些消息也罢 听起呢 东坡在这个时候 更是有心无力 他跟司马关 整人朋友在谈到 在书信里面写到我 哎 知道这些事情有什么办 我也是个废人一般 只能估守在这个贬值的地方 跟他真的很无奈 所以这里面呢 东坡就不得不啊 真的认真去疏解 这种时间的忧虑的一种感伤 等一下我们这里面 就看一系列这个作品了 从《洞仙歌》到《念如教》 《前后去避妇虏》 这首这个时候啊 起来的一个认真面对 演出人生的一种课题 我们下面呢 先看的这首啊 《洞仙歌》 就在你们的课本 130首啊 197页的地方 我们的诗词很少写 童年往事的 也许童年 也没什么好记忆吧 人生的成长意识也不那么大 尤其中国士道夫的世界 最终跟高原的人生意境 但你的往事的话 也许很不堪 但东坡这个不是 他就真的认真去面对 童年的一段往事 我们看这首词啊 叫《洞仙歌》 前面呢有个 有个续文 我们可以啊 从啊 这里面先看看 他说 于七岁时啊 见梅山老泥 姓朱 忘其名 年九十岁 自言 长随其事 入蜀主 梦场宫中 一遇大热 蜀主于花蕊夫人 叶纳梁摸河池上 做一词 朱绝能济之 今四十年 朱已死久矣 人无至此词者 但既其首两句 侠欲寻味 其洞仙歌令乎 乃为竹之云 他写名字的词呢 写作的登游了 对 那这段话就很清楚啊 就讲到他写这个词的原因 那从啊 四十年前的是 那个时候他七岁 果然今年应该是四十七岁的东坡 就是这一年 原封五年的作品 东坡对年岁的事情啊 他是记得很清楚的 他的虚文呢一定如实交代 他不会要随便说的 那我们更有理由上去 周十渐年的一个作品 那他就在虚文里面清楚 叙述啊这个故事 所以四十七岁的东坡 想起四十年前啊 他七岁时候在家山的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呢 那时候他七岁 看到了梅山 他是梅山人 四川的梅山 看到一个老尼 一个尼姑 他说了 姓朱忘记名 但是太久了 那时候他才七岁 人记得他姓朱赢不错了 但名字忘记了 好了 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了 东坡是四十七岁 回想四十年前七岁 碰到一个老尼姑的事情 那老尼姑呢 当时啊 跟东坡呢 年龄差距很大 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真的不容易 人生七十古来世 这个人出家人了 真的很长寿 九十多岁 跟小朋友的七岁的 苏东坡讲话 他讲什么呢 老尼姑娘讲他呢 年轻时候 而且年少的时候的故事 实际就更倒流了 这个时候啊 蜀这个地方还没被宋统一 还有一个后蜀这个地方在 叫蜀祖 他就这样说了 他说自言 常随其失 入蜀祖梦场宫中 这个老尼姑娘说出 他的以前的故事 有一层的故事中的故事 然后呢 他不是东坡的往事 是那个人的往事 应该是很年轻很年幼 他走十岁 那宋代到东坡这个时候 当然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当然已经统一了 当时还没统一 属呢 还有一个属祖梦场 他就跟老师父去了 一月大热 在夏天的时候很热 然后呢 那属祖呢 与花蕊夫人 夜纳粮摩喝池上 摩喝 这读是喝 摩喝 摩这饭语啊 都有大又多 而且美好的意思 那这个池堂啊 就在成都 从隋堂 从隋代开始建了 然后一直呢 从五代的时候 不断的扩充 所以这个池堂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后来叫做摩喝池 那里面种植了好多荷花的 所以想呢 哎 这个地方有池堂嘛 所以夏天的时候呢 那个国主啊 蒙厂呢 就请他的夫人一起去 去纳粮 就那边吹粮了 对不对 来度过年月的夏天 去乘粮 这位夫人 叫花蕊夫人 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姓 在啊 有一本书啊 吴征的一个 《能改站慢路》的记录一段 他说有个叫徐匡章的人 一个大臣 他就把他的女儿呢 就走了 嫁了给啊 那个 梦厂 然后呢 就拜为贵妃 别号花蕊夫人 这为什么花蕊夫人呢 他意义就是我推测 这是没有记录的 就是作者他推测的 意义什么呢 他说啊 花不足以泥其色 花没办法去比拟 它的颜色 那你说貌若天仙啊 人比花美等等 都太普通了 它不足够 还有什么呢 是花蕊之宣青也 他更加的温柔婉悦 好像呢 花蕊中间那种呢 很香 有细致 很轻柔的部分 看那个女孩子 就多了 不止美貌而已 她一种呢 特别的 有香啊 有啊 温柔婉悦的一个部分 宣青也 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知道啊 他只能说 他意 就是推测出来而已 反正这个名字 就很好记 或者花蕊夫人 东坡也会望人生意 他也没见过 去听那个老尼姑 讲这个花蕊夫人 这个故事而已 好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梦场啊 会填词的 他写那些词 走了 可能写出啊 他那天晚上 上乘凉的一些事情的 而诸 居能济之 那诸黎就 居然就很具体的 还记下来 也许也唱过 练过给东坡听 东坡那时候才七岁啊 当然啦 记忆力很好 也没办法完整记下来了 他说 近四十年了 过了四十年 诸已死久已啊 那个诸黎已经不在人世了 如果在的话不得了啊 他已经一百三十多岁了 对不对 不可能在人世了 而宋代已经统一天下 俗了已经没有了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了 多少的时代的盛衰变化 都在这个言谈之中了 对不对 这个劳力的见证 这个时代的变化 东坡也许没有 但听过故事 知道里面有个变迁 但小孩子也不为一所议啊 每早四十年后 还会记得这个事情 他说了 人无知此词者 大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因为朱黎没办法 他竟然当时念过给东坡听了 东坡也没办法完整的记录下来 但是呢 记其手两句 就记得前面两句 我不知道东坡是真还假的 他说记得两句 所以呢 狭欲寻味 平常呢 没有事情做了 突然呢 再回味一番 你看东坡在黄州 真的百事无聊了 只能在那边回想这个故事 但不是没原因的 人为什么回忆往事 这个故事 不是故事的内容 但历久无浪王 可能里面啊 有一些秘密的 跟他的心灵有关的 等一下我们再讲 他说 词 冻仙歌令夫 他难道念念这两句 配合起来 好像现在的乐谱 冻仙歌令一样 听起来起 蛮配合的 因此他就努力了 乃为竹之云 就把它填足了 就根据前面两句 走到回想过去的故事 把它整首铺写出来 但后面都是东坡自己去创造的 跟原来的故事本身 梦场的那个所说的 那个内容 已经不完全一样了 那这里也很难 出现一首 写回忆书写的词 但是问题是 来了 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 我们说了 去写一个过去的回忆 并不是要复制过去 把它端给来 我们看原本不懂的 除非有预计记录 然后一直搬过来 不然的话 任何的这个回忆书写 都是用现在的心情 现在的意义 来诠释它的 而创造它的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 不是要我们带回 我们看到了 当时那个老尼姑说的 那个梦场的 是什么样的故事 而是我们看是 东坡书写的姿态 它里面呈现出来 东坡现在的 黄州的心情 它关心些什么 它如何重新改造这个故事 我觉得才是重点 但那个故事 对东坡来说 那么游然神亡 一直在这里面 现在有个重要的科技 就是跟时间有关 我们重新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四十年就已经过去了 有些东西消失了 那我们想象的 东坡当年很年轻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 听到了一个花蕊姑 夫人的故事的时候 她应该是悠然神亡 心中会泛起 一个好像是一个 宫廷掌雇贵妃的情势 而且出是一个老力的口 在她心中 可能会换起一种 很奇幻的色彩的 令人很遐想 没想到这个东西 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 好像你曾经塑造 一个童话故事一样 那么美好 那么精致的 结果那么碎 一抄就碎掉 而且拼受不起来 里面带有很多的一种 这样的心理的作用 何况时 把童年的梦 童年点燃了 大家有梦幻的色泽 也许就是 某种保持自己 青春不变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世界 曾那么美好的 憧憬一个公众的故事 一个好像仙女一样的 花蕊蜂的故事 一样都是你的青春的梦境 童年的梦境 如果把它保住不变 这也是一个去看了 人将老的这个事实 来确定好自己的童年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忆童年 一些童话故事 无非就是要跟时间去抗争 我们保住一个纯洁的心 来对抗时空的变化 所以东坡在这里面 很用心去写起这个事情 当然这里面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了 东坡在这里面的故事里面 实际上已经充满一种 童年的幻想 把这个花蕊蜂蜂蜂 已经想到了 不是人间一样 好像人间仙子 第一 他的名字 对不对 因为小孩子从没碰过 这个龙家的小孩子 听到这样的故事 他真的没有接触 这样的一个公众的世界 尤其是花蕊蜂蜂蜂的名号 那当然他就会有很多的遐想 所以后来他写什么 冰激欲骨子 清凉无憾 他记得这两句 也许这两句 也不是原原本本 当时听到这样的 那个梦场歌词的内容 我不相信梦场 会写出这两句出来 就是东坡不断不断 创造改变他的记忆 慢慢形成的句子 所以因为这两句 总合起来 为什么他听到冻仙歌令 一个说 嗯 好像就是这个歌词有用呢 你想想看 这个歌名就叫冻仙歌令 冻仙歌 是山洞中的神仙 所以东坡也许因为冻仙了 暗暗呢 来贴合他自己的想象 好山就是他自己心中的一个仙女 一样 不自觉就觉得真的一样了 就用这个歌词 来作为他谱写的一个根据 所以这个歌词本身 跟他的记忆 是引融为一体的 他就真的有理由 相信就是这样 冻仙歌 因为他心中就是以为 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神仙 永远不会衰老的一个事实 所以创造这个女孩子 就是他心中的一个女神 你可以说 那女神是什么 当然在一种不远尘埃 比如我们刚才说 东坡写到无诚的 干净的道路 写到这里的时候 他塑造一个 永不改变 永远青春冒美 而且是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的一个女仙 这个女仙不是外在 真的存在的一个事实 而是他心中的 一个女神的形貌 而是他心中 希望能够保存的 一个纯洁的自己 那个女孩子关心什么 就是一样的 时间课题 我们从里面就可以 扣合起来 为什么填一个词的 因为里面所写的 这样的花语夫人 她已经是东坡自己 心中所塑造出来的 高雅的形象 她已经脱离凡俗的 一个心灵的 一个样貌了 那我们看这个词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的词 它不是复述故事 我们的词 会跟时间有关 整个词系上 写的就是 一个对时间的 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 你把想象夫人写的 那么一样的高贵 如宾似玉的一个躯体 比如说她前面 第一两句 冰激欲骨 是清凉武汉 很有趣的 对 东坡后来很喜欢 冰激欲骨的 而且这个不是写 形容花花语夫人 到以后我们读过 读到一首 在永悟的词 她写到梅花 就把梅花里 离人画 也用到冰激欲骨 梅花跟美人 相互一体的 所谓香草美人 都是冰激欲骨 跟她一直爱干净的 一个想象是一样的 在这一点 我们觉得 这个不是只有东坡的 我们看中国文学家 就看到同样的一个取景 也许在现实生活 充满挫折的人 在东坡 他们自己自我矜持 用一种对抗的心态 对付城市的价值 颠倒的情形下 她在内心世界 所塑造一种孤高的一个形象 那这一点呢 比如说 也使用一种心灵的洁癖 来保住人格精神之不罪 那这是传统诗人 自我重新肯定的一种方式 从我们文学家开始 从屈原的黎骚就知道了 黎骚里面追求一个仙人 不是这样吗 把自己要如画一般的美化自己 然后靠近仙人的内心世界 一样的 到陶渊明也写贤情妇 其他如画追悟一个美人 都是一样的情形 这些都是有寓意的 东坡这个词 就是一个传统里面 写作的一首词片 但其他是用烧题 用词妇来表达 或者用诗歌来表达 但东坡是第一个 用词来呈现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看这个东仙哥了 他这样写 他说 冰激欲骨子清凉无憾 水电风来暗香满 寿连开一点明月亏人 人未请 七尘拆痕病乱 起来西宿手 亭护无声 十剑苏心渡河汗 试问夜如何 夜已三更 金破弹欲神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 有不到流连暗中透化 结尾就泄入很大的秘密 有不到流连暗中透化 这个就是东坡一直关心的人生课题 时间留不住的 这就是他的词里面 他能够有见过回想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因素 那我就先停下来好了 先休息一下 等会回过到我们整体看看这个词里面 他的篇章结构 像我们刚才所说 这种对童年故事的回忆 都在于书写 他并不是要复制过去的经验 让我们去观看他的童年往事 而是用他现在的心境来加以诠释 因此里面有一种 一种重新创造的一个意思在 所以透过这个叙述 更要看到是东坡当下的心境 他关心的一些什么课题 任何我们的回忆都是这样的 我们用 用现在当下的时空而唤起童年往事 当然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回忆 以现代的意义 所以一个人怎么讲他的童年的事情 或者他的往事都很有意思 只了解他现在的重要的线索 那我们先看到作品 当然是要介绍这位花蕊夫人 他把这个情境重新来塑造出来 也让读者能够去跟他分享这份经验 所以他必须要很具体的而聚焦的 先把花蕊夫人的外在的一个体貌特质 然后进而写到他的内在的情欲 也许由外而类的 他把我们带进去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如同他说了 他记得这两句 也许这两句那么深刻 也许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自己形构出来 觉得他是一个好生不变的一个特质 就是冰姬玉谷自清凉无憾 那冰姬玉谷形容这位花蕊夫人 她的体质了 那写出一个很高雅的 一种出城脱俗的一个姿态 她有形容他的肌骨 像冰一样的清净 像玉一样的润泽 当然就是不野尘埃 没有污垢的 非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冰姬玉 好了今天的一个女孩子 天生丽直 有肌肤像冰一样的清净 像玉一样的润泽 他说他自清凉无憾 这个是出乎我们的意表了 自得是本来就这样的 清凉无憾 它是舒舒服服很爽然的 绝不会出汗 因此啊 这个夏天你说他就辣凉 根本不是他的事 是他的先生 属主才辣凉 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根本呢 他自己就不会受热的 也不会出汗 冰姬玉淑枝 你看呢 如果一个词里面 说一个美人 往往都是一种 有带着这种特质 所以杨贵妃这些理由 不会比我们素质的对象 因为她比较 体态比较丰盈一点 但这个女孩子是不出汗的 根本不是凡人一样 她不会沾掩很多的一种 一种无畏的 不净的一些东西 她是一个不会出汗的女生 这是很出奇至深的 明明要写一个了 辣粮之夜 偏偏这个女孩子呢 就不会趴热 跟美啊 她根本就不会流汗 这个 我们后来发现 东坡所塑造出来的美人 从这里开始 都带有这个特质 不是只有花蕊夫人 后来就把花 也就是梅花 形容为有一个美人的一样 它也用到同样的一个特质 好 冰姬玉骨 上面呢 就是东坡要自己去塑造一个女孩子的世界出来 让我们呢 能够能够触摸得到 去看到出她的情形了 她伸展在哪里呢 她说她了 水电风来暗香满 一谈到墨荷池嘛 东坡才想象了 东坡没去过 对不对 她也许没去过 不看到这个情形 就想象那个地方 好大的一个池塘 那水电风来暗香满 暗香呢 指的就是一个荷花的香味 那以前很喜欢用暗香 形容什么 是梅花 对对 书饮暗香书饮都是梅花 那到李清照的时候 用暗香形容菊花 有暗香营兽 莫道不销魂 人比黄花兽 东坡呢 使用暗香的形容 荷花 但不是很浓郁的 也配合女孩子的 花蕊夫人嘛 对对 这个蕊才能香味 你想想一个画面 水电 她住在水中的宫殿 那周围呢 就好多花 那个荷花在围绕着她 然后呢 风当然不大 因为要乘凉 所以要带来风了 对对 要乘接后面 有关联的 所以跟风来 暗香满 风也不至于太大 如果太大 你闻不到香味 刚好差到好处 然后呢 就把了 满满的荷花的香味 就送到你的鼻子来 你就闻到一种香味 那你会想这个画面呢 多么当然故意的 什么叫花蕊夫人呢 是花瓣中间的花蕊 那个女 这个女孩子呢 就是百花丛中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一枝独秀的 为什么 她只有鹤立鸡群嘛 她就在水电上面 一个房子 然后一个人 然后呢 周遭都是花围绕着 她不是花中仙子的形貌吗 这个画面就要衬到这个特色出来 她只是花蕊夫人 所以用水电风来 暗香满 形容她周遭的一个情境 那女孩子怎么出场 多么更有技巧 一个从这里看得到呢 多么运进的一种草莓的地方 好 她说秀莲开 因为要乘凉 所以必须要把窗帘打开夏天 对不对 周遭不是直接写了 女孩子长得怎么样 不是 这里好像一个电影运作 为什么呢 她用斜斜的角度 可能45度角了 从天空照写下来 用月光帮她打灯 然后照到房子去 周遭暗的 只有女孩子 月光照的地方是亮的 因此她就很明艳 明艳的色彩就透露出来了 秀莲开 一点明月亏人 那个人就是一个女孩子 花蕊夫人 一点明月月光 照到她身上 多么很会运进 这是一个很俐落的 一个镜头运作的方式 采取一种从高处 倾斜的角度 慢慢推进去 最后聚焦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而且用黎人法 一点明月亏人 好像 仿佛好像月中仙子 嫦娥都想来看看 人间仙子长得多漂亮 所以明月亏人 这个亏人的很好的 黎人话 连月中嫦娥都仿佛 要看看人间仙子 长得多美丽的 跟她比变一番 好了 注意到女孩子的 我们看到女孩子 这些出来的女孩子 怎么样呢 亏人之后 她说人未请 她不是一个睡美人 所以偏偏偏她还没睡着 不过后面的故事很难寫 因为她有跟她的先生 俗主去乘凉 她没睡觉 她没睡觉 她躺在哪里 七枕 她的邪靠的枕边 然后呢 猜痕病乱 那我们以为打好灯了 应该出现一个呢 如人名字所生的很高贵 而且呢 应该是装扮着很严厉的一个女孩子 景义华福正经为座的贵妇人 等待先生来邀请她去谈情说爱吧 结果不是 却是一个呢 有点呢 衣衫不整的 就是邪靠的枕头 病法 头饰呢 有点凌乱的女子 多么很喜欢这样的形容女孩子 如同她说 欲将西湖比西子 但就能某种像一样 她认为啊 最美的地方 就是摆落这些外面的装饰 呈现出一种啊 很自然朴素 不假修饰的 本质的美食 多么最爱的 她的美的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啊 她纵然用懒的躺在那边不睡觉 拆痕病亂 但是天生丽质啊 样理啊 都被她吸引的 不在乎她外在的一切的一个装饰 这是最美的本质 这是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 东坡没想到呢 就这样掌握到了 当然也呼应她前面所说的 兵姬玉骨 本来一成不燃呢 当然就摆落了凡俗的 一些美艳的特质的 你多么很会写的 一点名字 结果就出现了几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说天生丽质啊 纵然同头够脸啊 都是绝代佳人 不是靠外面的装饰呈现你的美的 那是不美的 那是人工化的 尤其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 好 先介绍了她的外在 她的一个行贸照 下面必须写出她的内在的情怀啊 好 有个人出来的 谁呢 她说 起来吸数手 那下面接下去呢 就写到纳粮的故事了 当然这里面呢 当然作者没有多谈梦场了 梦场呢 自己用她的手来间接呢 把女孩子呢 做引导 我们只看到呢 花儿女夫人的手 然后拖在一个手的上面 因为那个男生把她牵到室外去 所以这里呢 很妙啊 这个男生只是一个过渡的 一个呢 跑龙套的人物而已 为什么 不非就是让她的手 把女孩子牵到外面去 从室内面对室外 再移转她的空间 当然呢 刘洪隆梦所说啊 男生是离造的 女生是水造的 怎能够战略尘埃 对不对 所以男生呢 不屑在画面出现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梦场 我们只看到呢 仿佛有些手 但是手都给女孩子 献献玉手 把她拖开住了 女孩子就这样 扶着这些手就出去了 所以本来这里 会出了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禅情说爱》 用杨贵妃跟唐明皇一样 但片面她不是 她是聚焦在一个花儿女夫人身上 不是爱情的本身 而且她的这个人 她的人物的特性 好了 一出来之后呢 面对什么呢 庭护无声 庭 庭 来到一个空间 一切呢 庭 门庭内外 一片寂静 悄然无声的世界 那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种期待的 诗诗如同啊 常恩歌写出一种啊 夜半无人 诗语诗啊 正是最好谈情受爱的时分呢 结果不是 这几个开始要 我们慢慢的思考 中文很喜欢用一个方式的 就在无声无声中 去感受时间的变化 果然下面说什么 实践苏心渡河汗 在万爱居集无声之中 你以为一切都禁止吗 其实不是 由他前面写给他 他弟弟的阳光曲一样嘛 对不对 银汉无声 转于盘 一切以为都安静寂静的 事实上 时间是从没有停留过的 但是说呢 不时看什么 苏心渡河汗 在银河边呢 看到稀数的心就这样滑过去 可能流行就这样 不断的滑动着 有空间的转移 就是有时间的变化 你是逃避不了的 大自然本来就这样 时间不断的膨胀嘛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不断的延伸 时间是苏心渡河汗 好了 这里开始写到 花蕊夫人面对这种 时间渡河汗 时间的意识出来的时候 他开始有种紧张 他就问了 世文夜如何 这个文化不许东坡问的 他带那个花蕊夫人问 所以 夜有多生 夜愉快就是夜有多生的意思 所以 也许他看到一个线上 就知道时间到什么地方了 为什么 金破荡 欲神低转 金破就是月光 月光呢 慢慢 比较 没那么亮的 比较淡雅一点的 欲神星 就这样 北斗的第五颗星 欲恒星的笔面的一个星 就叫欲神 是两个星 星的名字 代表夜深的 那欲神星的第一转的某个角落的时候 以前很熟悉的 天象的变化 星小的变化 就知道时间是什么 一天会看到金破荡 欲神星转的时候 他觉得 夜已三更 原来已经是三更之夜了 一直以来 东坡从中年以后 很喜欢他写的晚上都设计在三更 为什么是三更 因为是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间 正是一天有结束 另外一天 这样有开始 正是一个时间交替 转换的一个时段 东坡就把它写在一边 夜已三更 也是了解生命的最好的一个时刻 东坡很喜欢用这个来去写它了无生命意境的一个时刻的 欲神地转 就意识到夜已三更 好 这时 花女夫人自问自答 因为他不是有关心爱情 也不是辣粮的问题 他现在关心你时间了 推着今天 今天已经三更 不久 这一晚上就过去了 一天就过去了 第二天又要开始 但从这里面的时间 也不断地扩大去意识了 为什么 他就开始问了 也是花女夫人的 多么带大的问话了 他说 但屈子西风几时来 甚至夏天了 他叉子一算 不晓得多少天 只有秋风到来的时候 如果秋风来的 我们就不会那么热了 就不会有辣粮之夜 在开始就算一个时间 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 也许你中文是一个 如仙人一般的花女夫人 你受到时间的一个限制吧 人也会不断地摄摔年老 春趣下来之后 不断地变化 他也许有一种这样的时间的紧张吧 这是东坡以自己的心 来度花女夫人的心 这是人生难以逃脱的一个宿命 是人生都有关注的客气 所以东坡不由自主 跳到花女夫人的内心世界 开始关心时间来了 结果在你算时间的时候 他说了 吃起西风几时来 他说又不到 不到就不是不说 不到就不觉了 不知不觉了 他就没有想到意识到 就在你算时间的过程中 什么 流连暗中透黄 时间就流水一样的 就悄悄的 不断在变化着 这意思是说 时间 你永远是算不准的 你想抓住时间吗 结果没想到 在你算时间的过程中 时间好像是水一样 从你的指风之中 就偷偷偷溜过去 用哲学史书家所说的 无所谓现在 因为你所谓的现在 立刻就过去 又不到流连暗中透光 你以为多少天之后 多少个时辰之后 就到秋天 秋风来到你人间 给你凉爽的风 然后你过得舒服吗 实际上在你算时间的过程中 时间根本都没停留过 斗仔间不断不断的变化着 就写到这个时候 东坡也想到 真的 40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当年 当然 实际上在词里面 当时如果是苏隆坡七岁 也不会听得懂这个歌词是什么 所以后面的内容 完全是东坡 用现在的心情 来猜测当时的状况 而且是赋予了更大的 自己的内在的一种 主观的一种意念 这些是东坡一直关心的问题 曾几何时 我们将近九百多年后 要读到东坡的词 也许也同样的感叹 当你算 东坡是什么时候 写了一个词 有怎么样的一个过去的话 实际上在你算的过程中 又回到他最后的结语了 又不到流年暗中透化 这词就是 东坡一直来 关心的一个时间未来 透过回忆 很深刻的来 表达出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是很难的出现的一个 对往事罪易的一个作品 但这个罪易过程中里面 既然纠缠东坡一辈子的 一个时间课题 也继续上都没有离开过 反而在这里面更深刻化他的内容 好 这个问题又调起来了 如何去疏解 人生如流水一般 留不住什么 人生的定位何处 人生就是这样冒虚妄 随随而去 不留痕迹吗 下面就进到秋天以后 东坡就严肃面对这个课题 用了几篇文章来加以处理的 上面我们就讲到 东坡的赤壁文学 解放开135首的《练乳胶》 刚才是夏天 秋天之间的作品 到了秋天的时候 东坡就写了几篇 从练乳胶都前期必复 一直有冬天的 上个月又写到后期必复 那些看得出 东坡就这个时间课题 一直耿耿于怀 一直想小的找寻到 在时间之流中的生命的定位 开始去思考什么是永恒 什么是生命的一个价值等等的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现实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他的 那东坡在来到黄州去考证 他有十次去过华赤壁 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几篇文章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首词 《练六胶》 还有两篇幅 就是前赤壁幅跟后赤壁幅 都为什么用这种文体来创作 是有它的意义的 我们一直强调 你用诗来表达跟词都是不一样 词一直以来都跟时间课题有关 而东坡一直关心的 所以我们从他开始填词 一直到动线歌 都用这个来表达的书解 当然也很差到好处了 《练六胶》就是更进一步来书解 但是文体也有它的限制 那么大的人生课题 一些小词能够承受得了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东坡最后必须要抛开这个文体 重新来沉淀自己 来加以处理 他最后选择再用负来表达 但我们现在后面再说了 现在我们回到词本身 沿着《勇于乐》 《动线歌》 一直到念乳教 一直一直都是这个课题 他在以书解的 但这首词呢 写得很 很熟迈流离 那个汉唱自然 但是也有它的一些症结 难以书解的 我们来看看 袁峰五年了 四十七岁 东坡写这首《念乳教》 词的题目叫《赤壁怀骨》 那张东去浪涛进千古风流人物 顾雷西边人道士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烈暗 全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劫 摇想宫景当年 小朝出嫁了 雄之阴发 雨山观金 谭教坚 强弩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孝我 早生画法 人生如梦 一尊环泪将月 这词的确写出来的气势 它里面的时空情境 都不是一般小字所能规范的 的确是开创一个新的意境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课题 在里面引申出来 多么如何去疏解 而且一个小字 疏解得了吗 如果不能疏解 关键在哪里 那里面很多问题 不断的源源而生发 但在词的写作上 的确它也是一首很杰出的作品 可是在东坡来说 它就是意犹未尽 很多问题 没办法在一个小字 统统解决 它当然也知道的 也意识到的 因此不到两三天 它再一些钱之不负 我们先回到词本身 去看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时空情境 我们总结了前面的 永逾越到东坡先哥 通坡好像对于 时空情境的一个书写 用电影运作的方式 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个词也不例外 可是它产生的幅度越大 时空拉得更长之后 对照出人生越渺小 产生的紧张性越强 张力就越大了 多么有而成熟 所以这词一开篇的时候 多么掉入两重对比的世界里面 一个是面对时间之流 一个是面对人间的历史 人最怕就是跟别人比较 跟自然对照 那是很无赖 很渺小 很无力的 多么如我去承担 本来林流清探 从孔子开始 世界如是护不捨周月 是文人都有的一种感伤 一直有李白写的 君不见黄河之所以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那最后只能借酒交酬 明明人生的一种憾恨 但东坡不是 他除了第一层 人跟时间之流 由大正东去的一个时间 的对照之外 是文人必有的一种情境之外 还把它什么 拉到历史的场域里面 跟周瑜的对照 那就多了一个更深层的一种感伤 一个这样的人物 面对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状况 我们可以稍稍了解一个背景 然后也许对词的认知会更深刻 东坡写这个词的时候是47岁 他是被逼 然后呢 来到这个赤壁 黄州赤壁的地方 当然后面我们又解释 这个赤壁 并不是当年的赤壁之战 真正的古战场 这个地方去考证 大概有四个地方都是赤壁 东坡现在在黄冈县 真正的发生战争的 不是在黄冈县 在嘉瑜县 在嘉瑜的地方 跟地方 当然东坡只能万文生意的 这才是真正的赤壁之战发生的地方 这里不是 还有另外两个地方都叫赤壁 当然东坡也很保险 他说 那地方不是他说的 人道是 别人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东坡也没有去真的混淆 当然他只借题发挥 以前东坡考试的时候 想当然我也都知道了 文学本来就不拘力这一个 当然我们看到出了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回顾 产生心理的压力 那我们先看东坡就会运作这种词 实际上写得非常好的 把人放在一个大的时空里面去 衡量自己的地位 一方面你看到什么 大江东去 好 眼前就是长江水了 那是真的实然的一个面貌 水不断往东流 水流过千山万水 永不停止的 也渐渐人间的历史 那另外一头呢 是人间的舞台 那舞台里面呢 人就是不甘于寂寞 跟时间去对抗 承受自己的工业 承受所谓的千古的风流人物 好吧 这是两个点 一个是水不断地流 一方面人间的舞台 过去的盛衰变化 承受了一些英雄人物 千古的风流人物 多么长 历史五给我们看 以前我们看这些词 如果配合一个画面的话 最好的方式 就找个摄影师 去到现在黄州赤壁的地方 把那个景色拍摄下来 拍完之后呢 然后把纸打上去 我们就好美啊 看到赤壁的情境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因为真的要把这个东坡 所体会到的一个情境 写出来 你要跟着文本走 不是自己贴一个景上去 给你看到的 为什么 东坡写实 大张东去 如果你要拍这个景的时候 你跟着这个镜头去拍 大张 你会先从啊 跟高空啊 一个空拍 把长张水啊 流和东流的 一个画面拍出来 然后慢慢伸进去 看到的水 翻动着 另一方面呢 好 两个好像不相干的地方 大张东去 你说不相干 有相干 因为人有感觉 时间的不长 所以啊 要不断的努力 成就所谓的风流人物 那风流人物 我们不要错觉 明清以来 风流人物都使一种 比较啊 是使人呢 琴琴书画 然后弹琴论异的那些啊 风流才子 但在啊 唐宋以前所谓的风流人物 不是这类人的 他使写一种的呢 非常的出众 有点学问 然后画在人生里面呢 能够把这个学问呢 融合在生活之中 呈现出来呢 如风之飘渝 如水之流荡 优美啊 足以动人的姿态 就是风流人物 所以不管你的出生的 王侯帝将相 或者的凡夫人 只有这种寒冷的人 就是风流人物 对东部来说 你从啊 三国故事开始 从吕布一直属下的 刘关章到曹操 都是风流人物 不是专指一些读书人而已的 风流人物就是这些人 东部就是要回顾着 这些人物 都在时光之中 证明他们的生命意义 但是 谁能够留住时间呢 所以中间一个动词呢 浪淘境 多少人的浪啊 一滚过去 长江后浪 推前浪 不断的洗刷这些人物 你以为当时很出色 可能后来就是更伟大的人物 就把你卷走 就会掏袭净净 这是人生的无奈 所以镜头 如果要派的时候 一方面你看到呢 水不断的流动 非常地挖马奔腾的 就滚下来 但一方面呢 千古风流人物 另外的井要贴上去 你从历史里面呢 从唐瑜 夏商周的各种呢 你认为最伟大的人物的图上 一个一个的水就翻滚了 一个一个就盖过去 画面就这样拍出来 很有气势 浪淘境千古风流人物 好了 这是整个一个 了看的一个图 人类的历史 时间的跟对照 就优优长的一个时间 做对照 好了 慢慢镜头呢 从大慢慢就小了 是什么 所以集中成一个段落 都不可能跟你写个通识 讲进我们的人间的一个历史 不是 我截取一档给你去 去平调一番吧 好 我们就从那里面呢 看到什么呢 固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 周郎是彼 都没有把我们 带到这个地方去 固垒西边 以前 剩余下来的一个军 一个堡垒 还依旧在 所以有人告诉他呢 那个地方的西边呢 就是当年 赤壁之战发生的地方 以后 东部的镜头怎么运作啊 先是大江 对不对 东去 但这里呢 这里不是把这个水 从西往东流整个给你看 它是截取现在中间的段落 我现在是长江中游 湖北的黄冈 当年赤壁之战的地方 从大江截取中间的一段 如同我们的历史里面呢 从几千年前的历史 经过唐瑜 去夏商周 然后到了唐宋 现在我们呢 走在中间的 东汉的那一段 所以这里面是 那个归归 那个想法是非常的一个聚焦的 他大张中去 好 一方面就回到现在的当下 我眼前的 眼前的张水的一个段落了 而 在千古凤楼人物呢 本来是历史的 所有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一个英雄豪杰 但现在我不是告诉你所有人物 我现在具处是什么 千古之中的三国 三国有很多故事 你可能看过三国演义 不过我们有个前提要弄清楚了 现在东坡对这个故事的诠释 不是三国演义的内容 因为他读的是三国志 是正史 你不能用后来的三国演义 东坡不对 三国识别的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是孔明不对 因为三国志里面所写的 周是周瑜的功劳 写的也不长 只有二十几个字 他不想三国演义 把这个铺设那么长 因为要呈现 就彰显出 孔明的一个历史地位 但是后来的权势 东坡的时候 还是三国志的一个原始资料 那我们有从这里认识的 三国时候有很多人物了 他都不写了 不写从吕布啊 董卓之间杂起来 他是三国识别的那个周瑜 你看千古之中的三国 三国之中的周瑜 人物就凸显起来 是周瑜 我刚才说的一个背景 还要补充前面说了 现在东坡是四季七岁 三国时候的周瑜 他大概二十 应该是二十四岁的时候呢 就娶了那个小乔 这个二十四岁 那是赤壁之前的十年 那已经是同龄江东的大都军了 大都督了 那是很有名望 那桥璇有两个小女儿 一个大桥 一个小桥 大桥嫁给孙策 小桥就嫁了给周瑜 当然是一个政治婚姻了 巩固他们的一个 他们嫁的一个桥家的地位 等到赤壁巨战的时候 等到赤壁巨战的时候 周瑜是三十四岁 已经赤壁巨战的十年后了 小桥也不年轻了 假设那个时候 他十六七岁嫁给周瑜的话 十年后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少妇了 不是年轻小孩 好 跟他们对战的 曹操呢 那一年是五十四岁 过了五十都是老将 老气富力 自在千里 还有打这个战争 而跟周瑜合作的 诸葛孔明 诸葛人才二十八岁 但是更年轻 我们讲的是虚税 你想想看 孔明 当刘备三国茅庐的时候 还是以前的事情 对不对 那时候才二十五六岁 已经名闻天下 使得人都要拜访他的 所以你能不努力吗 二十五六岁就是我们研究所毕业 这年龄你要记住 为什么东坡有那么大的紧张 四十七岁的东坡在这边一事无成 想到三十四岁的周瑜 打了一个那么漂亮的战争 你跟古人家比较 真的情何以堪 这是很深的一种挫败的感觉 人生真的屠乎奈何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了 如果你讲周瑜 那三国周瑜 周瑜有很多故事的 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很喜欢用的典故 一个什么 一个叫故曲周瑜 一个懂音乐的 你弹错乐音的时候 他回头看看你的一个故曲周朗 对不对 文学史 弹的往往是这一个 我们很少去想到战争 这样的故事 因为词里面很少谈战争 东坡有弹的不是这个周瑜 也不是他多年轻的 而且多数人推崇的那一个整体的一个周瑜的品牌 他谈什么 是周瑜 赤壁 三国周朗赤壁 最后的巨招在赤壁了 是千国之后三国 三国的人物 他的人物里面 他一生最大的工业就是赤壁这个地方 赤壁之战 这个地方都有重量 都有厚度 那现在就凸显一个赤壁的地方来的 就看东坡的主题 一个掌握了 由于从大疆 然后缩转到这个段落 最后到赤壁这个地方 从历史上千古三国 最后聚焦在周瑜身上 周瑜跟赤壁的 两个人 石 地 跟人的关系 也会成就一个人生伟大的工业 好了 如果赤壁是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想想看 下面怎么写一个赤壁呢 或者赤壁之战呢 这里面也融合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的工业 历史的意义 他的生命地位的地方 所有赤壁绝对不会是一个简单的 呈现出一个风景图画而已 所以下面所写的 乱石崩云 惊涛烈 卷起千对穴 应该不是眼前的景色 是东坡想象周瑜的那个 大种气象塑造出来的一个情境 是文学的手法 而不是实际面貌的描摹 你去 现在周 那个 东坡所谓的 那个黄岗的赤壁 看不到这个景象 本来就不是战争的地方 你怎么在这边看到这些情形呢 所以这些赤壁不是一个地理的名称 风景的描述 而是东坡融合的历史故事 然后塑造出一个什么呢 当时赤壁之战千军万马奔腾气势的画面出来 他用什么 用水的姿态把这个气象烘托出来 那是很不简单的 是文学的一个创造 有大家看卡通 看过了迪士尼里面的一个梦幻渠 米老鼠在水边 挥起一个指挥棒 那个海浪崩腾的样子 就是这种 他用这种的方式 把这个气势写出来 这些过去人一直都误解 以为东坡有写 就是眼前的赤壁之景 我说的不是眼前的景 它是想象的一个画面 想象什么 成为赤壁之战 那种两军对死千军万马的一个形象 这个水的姿态就崩腾起来的 所以他说 所以我们的版本 用穿空跟派岸是不够力量的 所以另外的版本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个 乱石崩云金陶烈岸 穿空派岸是简单的一个形容 乱石穿空 那石头很高的 穿个天空很高峻了 对不对 很陡峭了 而金陶派岸 派的真的没力量 那种崩云跟烈岸 它不只有原来的意思 很多的一种气势 为什么 说这种巨浪 这种打下来的话 它是乱石崩云 那地方成就多少的伟业 那个石头可以把天上的云都震裂开 震荡开的 你说是惊天动地的意思 乱石崩云 那个乱石就是人成就一种丰功伟业 可以震撼天地的 把天上的云都崩坏掉的 震荡开来 而金陶洋 他们翻起了浪花 可以把岸边打出一个裂痕来的 如果我们被忘记 现在水代表时间之流 一般人随随而去 不留痕迹 但伟大的人 如同公公碰出一个不周山一样 把它撞毁一样 人的不干预在时间之流 不留下痕迹 所以用他的力量 把时间之流来撞出一些裂痕来 来记录人间的历史 人间的血泪 所以就会惊涛裂痕 把长江的时间长流 留下一个痕迹 证明人的一种意义 惊涛裂痕 那种有意义 不是拍案而已 更成就 更是知道了 这些所谓千古风的人物 上周一些人物 为什么要努力 就是不甘心人的生命那么短 要输这种不朽的名声 要跟天地去抗争 然后留下的一些忌痕 金陶洋 因此卷起千堆血 那血就是血浪花 卷起千堆如血的浪花 蜂蜂蜂而来的 因为卷起千堆血 一个顺势就把以前的 那些比较平庸一点的 不那么伟大的英雄千古人物 就盖过去了 我们俗语不是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你没有为 他更伟大的顺势 就把那全人的伟业 都把它盖过去 只有这里的时候 整个东坡的气势 非常的高昂 他也在那种很赞叹之余 把这个人物这样塑造出来了 好了 上面他把镜头的静下来 就冷淡 走 当然词我们知道 他要带出一个故事来 写出他自己面对这个故事的情怀 词必须要 不只示出人家的故事而已 更要要逼自己的感思 来做成熟 所以下面他必须要 慢慢带出周围的人物 他的故事来的 好了 江山如画 你看 一时多少豪杰 写到这里的时候 镜头又拉远 回到眼前来 你看 如是如画一般的美好的江山 在这个如是美好的江山里面 你看 一时有多少豪杰 又把那些故事又带出来了 同时间里面有多少人物 跟了周围在竞争 打开之后 最后又把周围突出来 你看 尤尚恭敬当年 一时豪杰之后 为什么周围那么重要呢 因为他从年经开始就受到重视 因为他本身材学就很足够 不是个偶然的机缘而已 所以把故事往前再推 不是直接 之前你看周围就是那样的初衷 先把它拉开来推进去 把人物再凸写出来 你看东坡的一个运镜是非常厉害的 你不自觉就跟他进入这个情境里面 好 他说了 要想恭敬当年 我们再想想恭敬刚出生的时候 怎么呢 小朝出嫁了 雄之阴法 不要忘掉这个词法叫炼如胶 对不对 有个女孩子在称赌英雄 确实上得益彰的 以前在上语本集里面 司马庆也不是输到一个余姬 来称赌英雄的一个特质 这里也不例外 不是几个男生故事而已 你看那女生 我们说英雄 美人一种相互陪衬 更称作出他的英雄的特质 他的地位的 好 小朝就嫁给他了 我们刚才讲过 小朝因为他爸爸就是有这样 政治婚姻就嫁给他 那时候你看他 雄之阴法 他不是一个等贤的人 他本来就很出众 所以就取得美人归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老早已经有一个前兆了 后来一个结果也并不例外 对不对 那时候已经 雄之阴法 他的英雄才华 就充分的流露出来 非常的突出 好 当然这里面 这样的人物 刚好身逢其时 碰到这样的战役 朝朝大军南下 那以前呢 我们看一些野史都说了 当时 曹朝的号称了五十万大军 南方的周瑜 水师只有五万之中 如果这样被比的话 是十比一的一个战力 你就会去抵挡得了 但你看得出了 周瑜的厉害 但实际去挑战的 没那么多了 周瑜所统领的 只有三万水师 而曹朝是十五万大军 是一比五而已 但他们善用他们的优势 刚好就是一把火 就可以把它烧掉 他说 雨善观金 谭召间 抢炉灰飞烟灭 这里面有些人错诫了 这讲的是孔明吧 雨善观金 好像一个 谋士的一个装扮 是不是 雨善观金是当时的休闲夫 当然这也无非有输到一个 运筹帷幄 只会若定的一个周瑜行冒出来 雨善观金 拿着雨毛扇子 然后头发 用青丝袋把它捆起来 平常就是一种很修贤的装扮 那上朝的时候 戴个观帽 套进去就好了 如果都不做观呢 把这个观金都卸下来 用李白所说的 明朝善法弄偏周 善法 头发都不绑嘛 披头善法 就是完全就不做观 但是不是 这是休闲夫 那在这里面呢 他说他 谭召间抢炉灰飞烟灭 但那个战争都不用说了 大家都对上国演义很熟悉 一把火就把朝军烧毁了 但是啊 在三国志里面呢 没有描述过这个内容的 这个情节 周瑜的装扮 谭笑风声的说法 都是东坡创造出来的 后来三国演义 把它移转到孔明的身上 那是后来的一种 改变的一个桥段 但东坡从何而来呢 当然你会说是文人想象的 把周瑜输在一个 真正的心理人 轻目不已的对象 所以把他那种 泰然自若的神态 充分地表达出来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他豪顺完全没有根据吗 以我推测 也许啊 东坡是有一些根据的 我们前面一直讲了 暗时日在东海啊 从事并经秋 一直以来 东坡最羡慕的文人 实际上不是周瑜 因为刚好现在 在持平地讲到周瑜而已 之后他很少再谈到周瑜 但是从年轻的年老 不只是东坡 从欧阳销王安市都 南宋的新大圈 他们最欣赏的人物 就不是周瑜 而是谢安 谢安呢 就是他的匪水之战 要知道的 也同样是北方强 强权南下 他们有力把他殲灭 成就一番工业的一个伟大人物 那如果从你想的时候呢 当时肥水之战的时候呢 谢安正在跟朋友下棋 你会想象的 他现在下棋当然是便服 一定是与善观尽的 对不对 当然了快报来了 禀报大元帅 我们打圣仗 谢安怎么说呢 他真的跟朋友下棋 证实了 下棋的时候跟朋友说一句 我早就料到我的职业会打圣仗 他根本不挂怀 就继续下他的棋 我觉得东坡是有意无意 就把周瑜的行冒走了 把他套在周瑜的故事里面 所以写出 《雨上观尽》 《谭笑间》 《强如灰飞烟灭的桥段》 而这个呢 后来被三个演员 就套在孔明身上 但原来是什么 是谢安的故事 那是很多人都熟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也可以说是有里面的 内在的一种理路根据的 但是文学创造一个人物无法 对不对 好像铜像一样 不断的铁上去 越来越伟大了 所以东坡就把这个人物 述到这种呢 根本是很难令人忘记的 一个偶像 就这样地打个胜仗 那写到这里的时候 谢山呢 东坡也知道了 已经赚尽结尾了 但最后就不是要写这个故事 涌贪一个人物而已 就是面对这种种 那我是怎么样呢 做出什么反应呢 所以东坡就后面说了 故国神有多情因少我造生化发 你把人物输得那么伟大 而对照出自己来 不是跟渺不可攀吗 更是渺小不堪 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他只能说了 故国神有 我就在这边回想过去 神有故国一番时候 然后对照出咒语的故事 而自己又如何呢 他做很简单的一个自我的论述 都说自己多情因少我造生化发 我们都从多佛词开始知道他如何多情 东坡就说了 这个是一个道庄局 因少我多情的意思 所以东坡回想了前半生 他一些是非成败得失的最重要 最关键的要素 因为自己多情 因为多情的 害头自知呢 要眷恋执着很多事情 很多不舍 很多的无奈 明知可不可为却为之 明知不应有却难断 很想放弃 但也无法割舍 让自己的进退失去 左右为难 一切的困难都在这里面 难过去找生化发 那么年轻已经白发平生 当然要他无情也没办法 当然因为多情很多的牵挂拖累 不晓得如何是好 当然也相对于周瑜来讲的话 真的这种工业自己已经忘成莫及了 只有这里的时候 请走词已剩下两句了 因为收尾呢 当然东坡 我觉得他有点很草率的 就做结论了 结论了 他说人间如梦 也许今天比较自己快乐一点吧 也舒服一点 就退出人真一场大梦而已 也许是周瑜好梦连连 一起成就工业 而我是恶梦连连 老老老有这种不堪的人生 那是最便宜的说法 人间如梦 人生如梦 人生不过梦而已 一切都不是由你人主宰的 梦要你富就富 梦要你贱就贱 梦要你贱 梦要你成为英雄 就是周瑜 梦要我被贬 我就这样落到这些慈身 但是这是于事无补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跟人一样 谈了几天自己的困难 失恋 学业 难以有什么成就 等了几回就 都没办法结果的时候 就拍拍桌子说 人间如梦 喝杯酒吧 问题根本没解决 最后他说 一阵环内江月 好像是有个化解的方法 不要再困住 人在相对的情境之中 也许唯一不变的 就是江山的明月 我们要面对自然的真实吧 应该用前进的心 拿着酒杯来 然后呢 一尊环内江月 然后撒在水边 向天上的大自然去致敬一杯 代表人的谦虚吧 本来这个是很好的方法了 然后呢 回归自然 然后送下人间的一种是非得失 就是最好的东西 但这里面呢 难免呢 觉得太快了 都没有个余韵的 就自然的说 人间如梦一切都看破好像 然后最后呢 就承认人间是渺小的 真什么是非高低 是无畏的 对于我们更要是 欣赏大自然的美好 把这怀抱 纳入自然之中 因此就会化解了 这样是容易 根本没办法说服自己 也没办法说服人的 因此东坡当然也知道 这个词啊 这个结尾是有点草衰的 无法缩解问题 反而产生更大的一些问题来 当然东坡是意识到的 当然 实际上东坡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了 如果人都困在自己来 悲伤之中呢 也许都难解 最好的方法 把自己躺开 一个方面就是 把它自己纳入历史里面 如果经过历史 就是觉得自己无愧于前人的话 也许会获得一种心理的安慰 但怕就怕什么 在历史的对照里面 跟产生更不堪的情节的时候呢 那自己如何去安顿好自己呢 所以呢 到历史呢 也不是能够解决的 最好还什么呢 把自己释放呢 回到自然之中 这是本来最好的方式 那我们顺便一提 下次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词里面 一直摊到了东坡的前后之壁夫 这东坡就是要改变策略了 不仍在这小词里面去运私了 那有个几个概念 大家可以先预写一下的 那我们所谓的矿就是什么 就是能够看得开 怎么看得开啊 就用载出往矿出去看人生 不要转流角尖 那些文学的一个矿呢 就是从载往矿出去写 有几个面上可以去思考的 一个就是这空间 以前人只单立着自己的情怀 老实地困在自己的情绪之中 当然是难以一个周知的 最后就是把自己 纳入历史的怀抱 从历史里面 获得生命的一种安顿 但如果历史都走不通的时候呢 也要抛开人生的是非得势 回归自然是最好的方境 人就会放松的 这种载往宽出去的一个路径 所以空间也往这边走的 那时间呢 也要从短的人生里面思考 如何寻找一种 跟横角不变的人生的定理 你本来要这样的 相互而成的 对不对 那东坡的几篇文章 就要从这些地方去思考了 那在文体的解放上面也一样的 东坡没想到 他用词来纾解 本来从前面的《勇裕》 《动笑歌》 他顺理成章就这样写了 你写出很多的哀伤情调 但如果要借他来化解的话 词没办法承担的 词毕竟是一种抒情 尤其是书比较爱上的情感的问题 很人工化的问题 很要求格律 篇幅也限制了 因此要把它疏解开来 用一个小词是难以得到的 很多佛门中人都知道的 佛家的人会写那 七言绝句 简单的五言诗 静在不言中 越短片越好 绝不会用词来传佛教精神的 因为他就是很动我们 内在情思的一种问题 都会用他疏解出来是很好 但就化解他 词会把你困住的 因为我们听流行歌曲 人以为了 听了可以抒发自己的爱上的情怀 你越听了越爱上 不是这样吗 因为他的文体就是这样的 而且他是一个独白的抒情体 自言自语的方式 很难疏解的 所以东坡在文体内 必须从格律体上 要解放 什么呢 要解放散文体 所以我们看到东坡 从黄州以后 他的词就越写越少了 反而写的更多是小品文 用散文 毫无拘束的 你才能解放自己 因为我们说也一样 人的穿着一样 整天穿得很正经为座的 都是西装隔离的 这种穿搬的话 是很拘谨的 学会穿休闲服 才是真正会穿衣服 那是一种解放的方式 对不对 人就这样来的 所以必须是往散文体 所以如果他要重新处理问题 绝不能再用词的 他必须要思考另外的问题 东坡选择什么 用负 那负这种问题 简单讲 就一个特色 就是负责铺也 就要铺陈 要说清楚 讲明白 你不能都是用那种想象的 一种用语 或者象征的 意象的 比喻的手法 你要铺陈出来 负责会帮忙你 就摊开来写 这是很重要 负责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问题 不是感性的问题 他要铺陈 要说服人的 那用什么铺陈的方式来说服人呢 那负有个特色 什么呢 除了铺陈的特色 应该就是呢 负有个对话的机制 会往往的时间 有一个人发问 然后上面就回答的 你只会把试理 就辨明清楚了 对不对 像陈基毕负 东坡用书子与课对话 用对话的方式 让自己把问题自己梳理一番 那是 不是走上比较书情词的一个方式 当然陈基毕负还不够 还是比较拘谨的 很多对偶剧 很漂亮的文体 的确是一个美文 但要解决问题 没解决的 后面他再用写后期负负 后面中文也用负负 他还用论辩的方式 用铺帧 用对话的方式 可是呢 他不那么俱力 用简单的对话了 他用实际的行动 描写他如何面对自然的方式 因此呢 就不一样了 而且后期负负 是比较散文的写法 我下期会 大家可以看一两段 会更清楚 这个意境就是呢 在词里面 其实有情感的一种 一种哀伤感叹 他没化解的 但写到前期负负的时候 他跟你说一番道理 便与不便的问题 但说理容易 有时间是很难的 后期负负根本不跟你说理 直接用行动里面 论证去体悟 那种是需要一番历程的 所以它是 如果我们从念如照前期负负负 还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刚才说了 东坡在行动中发现真理 可以从里面去印证一番的 念如照写的时候 那是零流五星唐 看得长江水自己无赖 动也不动的 对不对 就接受时间的 命运的操弄了 但他写到前期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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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他自己一个人觉得好像不再认识赤壁了 因此他一个人爬到山上去 后面一大段的寫他自己清零自然 跟大自然对话的方式 他用行动来印证生命的意义 不是坐在那边哀叹思考问题 而且实际用行动 那就不一样了 然后回去读的时候 不妨注意这几个论点 看看如何从里面 透过问题的另外的抉择 把那问题梳理得更加的透彻 还有就是这里面 东坡在这个论辩里面常常采取什么 见三是三 见三不是三 见三又是三的历程 在令儒教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的主子是我 而且是一个被动的受子 多情应效我找生化发 那个我无法伸张出来 是命运操弄着的 是自怪我多情 这个我是隐藏的其中 无法直接出来的一个我 可是写到前期必复的时候 东坡不能用感性的自我出来的 他塑造一个人物叫苏子 苏先生 把自己客观化 不要用这个我来把苏先生的自己说出来 有个苏先生能理性的自己出来 那几句族啊 东坡只因为客人去了冻枭 就想到了以前的故事 古今英雄如今安在在 有种感叹 人生不如自然的很久等等 东坡就说服他 谈到变与不变 是苏子与客对话 但事实上你仔细读的时候 客人的感叹 何尝不许东坡 列入着那个我的感叹呢 所以你仔细读到几年的时候 苏子与客对话 好像东坡是说服客人了 事实上你可以读成是什么呢 东坡的情理交战 用理性的苏子 来说服一个客观 一个感性的客那个自己 那个内在的情感的自己 他也是情理对话 用理性的自己 来说服一个感性的自己 所以说服一个书子 但那个书子都是这样的一种 出来不能合一的 所以写到后期的时候 东坡不用书子用客对话了 他用一个新的界定的自己 用于 一个是见山又喜山的 一个主体的自己 一个我的一个自称 他不是一般的我 一般的我可能被 是被动的 是一个受词 但是也不是 是主动的认识一个自己 他的主词就是于了 我看东坡这三面文章是很有意 经过这番情理的交战 然后做一番理性的思辨 在实际的行为中 有所顿悟得到出来的意境 文章越写越长 而且把问题越来越解放 最后把问题就梳理开来 这一年以后 因为这番思辨 东坡就不会再写出之前的 寒诗诗那种诗歌了 也不会写到那么哀伤的调子出来 它有另外一种化解的方式 偶尔有些伤感了 但不止有前面 那么样的一种 畅量悲痛的语调 而且更出现一个新的元素了 贤情出来 能忘掉人生的是非得事 才能由于物外 能由于物外 才得到真正的贤事 一般人是邪而不适的 中央无关可作 但心里不畅快 但东坡就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 我们后面 从元凤五年到六年 就看到这个内容 大家很熟悉的 成天思夜游 就写到这一年的下一年 元凤的六年 东坡就写出一种贤情 是他从没有过的生命意境 是经过一番梳理才能出来 那下次我有花点时间 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前后去必复的一些问题好了 好不好 我们下个礼在这一天 dlatego anche要不知权的 我们下导致 音乐 我们下转费 转得